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第一次来听讲座的? 有啊 很好 欢迎你们 我们今天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鬼神的问题 你们在座的有没有相信有鬼神的? 相信有鬼神的举个手我看一下 哇 概率很多啊 这个不相信有鬼神的举个手我看一下 只有一个 好 相信有鬼神的出个代表 为什么有鬼神? 你怎么知道有鬼神? 来 这位 来 站起来大胆地说 不要紧 我们今天探讨嘛 探讨会就可以允许你发言 因为有六道嘛 有不同的众生存在 这是我所认知的 这是你的认知的 自己没见过鬼神? 自己没见过 很坦诚 你们中间信鬼神的 你们刚才很多人举手相信有鬼神 来 老师好 我本身由小到大都有看过 神也看过 耶稣我也看过 鬼我也看过 很好 给他一个掌声 欢迎你也有看过 我们前面还有一位不相信鬼神 我们问他一下 采访一下 看他为什么不相信鬼神 来 这位先生 因为我也没看到 没看到过鬼神 然后呢 为什么自己没看到就不相信呢? 没有什么感觉 这鬼神能 所以是就不相信 也自己感觉不到鬼神的存在 也给他一个掌声 人要说实话 就可爱 懂不懂? 你们都是很可爱的人 都是说实话的人 再给自己一个掌声 鼓励一下自己 在马来西亚还很不错 你们几乎今天是99%都相信有鬼神 有一位先生不相信有鬼神 那么这个在大陆就很可怜 因为我是出生在大陆 这个中国大陆这边呢 它几乎是99%的 不相信有鬼神 这个到底有没有鬼神 实际上这个问题到现在 已经不用再争论了 为什么不用争论了? 因为科学家在2013年 给出了我们一个答案 我们这个宇宙中 96%的部分 它们是真实存在 但是我们的一切 我们的眼睛是看不到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我们要学习 这个叫狗日心 日日心 叫与世俱见 也就是说我们要做新人类 而不是要做旧人类 那新人类是什么样的人类呢? 就是活到老 学到老的人 那么把自己的知识 不停地提升 比方说我早就离开学校了 最后是89年大学毕业 那么就到社会上工作了 这离开学校 已经几十年了 二十多年了 那么这二十多年来 人类社会 人类文化 人类科学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之前我们在学校 没有学过量子 没有学过量子常论 没有学过量子纠缠 那那个时候 更不知道意识 是物质的 我们一致认为 自己的大脑 想出来的东西 是不是物质的 是空想 哪里知道 大脑想出来的 在今天的科学界 告诉我们 意识 是跟物质是一体的 也就是说 如果有物质 就会产生意识 那有意识活动 必然携带着物质粒子 在运动 这些是什么 这个才十年的知识 也就是说 在前十年 科学家 才通过实验证明 意识是有物质的 物质呢 也会思考 那这是通过这个 双缝实验 来证明的 那科学家在对量子 进行研究的时候 他们向这个一面墙 释放光量子 那么在这个墙 前面立成两个缝隙 所以是这个光子 通过这个缝隙 打入到另外一面墙 那么这个科学家 在操作的时候发现 这个光子过到对面的时候 并没有在对面的墙上面 穿过这个 没有在另外的空间的墙体上面 形成两个 比方说我们喷油漆 我们弄了一个双缝 一个板子 然后喷下去 对面一定是齐齐的两道油漆 对不对 他发现这个光子不是这样的 光子穿过了这个缝隙之后 是充满了另一个地方的全部空间 它不是双缝排列的 它就很奇怪 然后就架了这个摄影机 然后再来观测这个光子 就是说我在释放这个光子 通过这个缝隙的时候 光子为什么变成全空间排列 而不是双缝排列 结果奇迹出现了 当他们架了摄影机 观测的时候 结果出现了双缝排列 就是说光子不是在进去以后 在空间泥漫了 而是听人的话一样的 根据这个缝 整整齐齐的排列在对面的空间中 科学家就搞不懂 然后把这个再拿掉 拿掉 拿掉以后 这个摄影机拿掉 不监督它了 不监测它了 结果再继续做 又是跑到到处都是 你办整个空间 他们就再观察一下 又是双缝 这是著名的 今天的 我是简要的介绍了双缝 实际上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科学内容在里面 那就科学家终于悟出来 原来这个光子带思维的 因为他知道你在看它 你希望它通过双缝 摆列出这个双缝 所以后来终于证明量子有意识 那么后来他们又进行了什么呢 这个叫量子纠缠的实验 就是把一个量子对 就是一对量子 一个放在吉隆坡 一个拿到新加坡 然后同步观测 同步观测呢 当这个量子处于高性状态的时候 结果新加坡那个量子 也是处于高性状态 并且是同步的 那么等一下呢 让这个吉隆坡的量子 然后发生痛苦的表现 然后结果新加坡那个量子 也痛苦了 并且也是当下的时空 就是这个时间 没有说间隔了多少分钟 有一个传导 没有 那就是当下的 后来他们想 这几百公里 可能是不是 那个更远的距离就不行 结果他们用更远的距离 做实验 拿到地球 这个月亮上 太空飞船上 做实验的时候 那么他们发现 还是这样的 那就是说量子 它在传感的过程中 传递感情的过程中 原来是同步的 这个叫量子纠缠 的最新科学研究 那么量子双缝实验 光子双缝实验 还告诉我们 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就是人的意识 起心动念 很重要 那原来物质界的这个粒子 光子 它可以根据意识 产生定性的 所以他们通过一个 著名的量子科学叫 谢定鹅的毛 有个著名的物理学家 他叫谢定鹅 谢定鹅呢 他在研究量子常论 量子意识的过程中 他假设在一个器皿中 放上一个开关 这个开关连接一个毒气装置 那么同时把这个猫 一只活的猫 放在这个仪器里面 那一般人认为这个猫 现在是活的 但是在谢定鹅理论说 这个猫现在又是活的 又是死的 就是处于同步状态 只是说你会不会跳动那个毒气开关 如果是说你的意识触动了 你认为猫是死的 你打开这个装置的时候 猫就是死的 为什么 是因为你的意识 认为它是死的时候的 当下触动了那个开关 是你的意识打开了那个开关 所以当你打开仪器的时候 猫是死的 当你认知猫是活的的时候 打开这个仪器的时候 猫是活的 就是你的善性的 好的意识 不会伤害到这个猫 如果是你用恶性意识 不好的意识 它就会什么 它就会自动的打开那个毒气开关 然后猫就是死的 那这就是说猫同步是活的 又同步是死的 那决定在哪里 决定在于你的意识状态 所以说为什么在我们佛教界 特别强调一个道理叫什么呢 叫起心动念触修 也就是你要把握住 当下自己出来的念头 都是善念 如果出来的念头不是善念 结果就是不是好的 如果你出来的念头是善的 结果就是什么 这个不善的就是不好的 就是恶的 善的结果就是好的 所以你们才知道 自己的人生是谁来决定的 是你自己的信念 是你的信念 所以这个科学在今天叫量子坍塌 量子坍塌 也就是说 在我们生活的虚空中 宇宙中 所有的事情都是未定的 未定的就是 有可能是好 有可能是坏 那最后这个好坏 拒绝是谁 并不取决于外在的决定 而取决于你当世人的内在心念的善恶 你动一善 成就一善 动一恶 成就一恶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佛教特别强调 把握住起心动念处修 是这个道理 就是你自己要控制自己的念头 不可以产生恶的念头 所以当今天很多癌症病人 实际上是被医生和家人杀死的 包括他自己杀死自己的 什么意思 就哎呀我活不了了 医生也说你活三个月也差不多了 家人也通通说 哎呀这个我们的这个亲人不行啊 就能活三个月啊 你看所有的人都在用恶念整死他 结果真的到三个月他死了 死了以后 医生说你看我说的很准吧 然后家人也说 哎呀那个医生很灵验啊 实际上是所有的人用意念杀死了他 那么在以前的时候 我们的人道精神 就是家人得了重病 要不要告诉他啊 即便医生插出来 说哎呀这个家人得了癌症了 然后大家都知道癌症会死人 所以说那么医生 要不要告诉你得癌症了 没有 医生说哎 老先生没事的 没事的啊 你的身体检查他挺好的 都是小病感冒发生 哦哎你你叫你你出去休息一下 叫你儿子进来 叫你家人进来 所以是这个当这样的情况下 家人来了以后 这个医生会向他的家人宣告 说哎 你注意这个你父亲不行了 他这个得的是这个癌症 所以是那么这个如果是不好好治的话 他可能没有几个月的活头了 所以是那么以前的医生注意人道的时候 都不是悬要自己的诊断有多么准 而是不让病人知道他得了这个绝症 为什么 人的恐惧会杀死自己 人的恐惧会使体内产生大量的毒素 然后人的情绪如果是开心的 喜悦的 那么会制作很多的好的营养 给我们的生命体 所以大家要重视 我们要在量子坍塌的这个理论指导下 真的相信释迪迪佛所说的 这个在处起心 动念处修 你们中间有很多人喜欢去算命 然后算命遇到的一个大师 说哎呀你下个月要撞车 然后你就也想哎呀倒霉我要撞车 然后实际上在那个时间在那个点上 有可能撞有可能什么不撞 刚才说谢丁哥的猫嘛 他可能是死的也可能什么是活的 所以像有人来找我算命的时候 他遇到接下去有撞车 或者接下去有危难发生 那我这个功夫师会说什么 我说不要紧可以化掉 我说你要去念佛念证 然后去坐山式 然后就不会撞车 那结果那一天也真没撞 那结果人家说这张大师 本来我也不会撞嘛 然后你看也不是说他给我化掉了 应该就是没什么本事的这个大师 如果你到张大师来 张大师说三个月后啊 某一天你会撞车 结果那天真撞了 你结果高兴得不得了 哎呀这个大师准的 你看他算准了我三个月会撞 我真的撞了 实际上是大师的意念 加上你的意念 加上你的冤心债主 共同作用你真的撞了 那如果是说三个月后 开着撞车你真撞了 那你算命干什么你告诉我 你找大师算命干什么 不是没有用了吗 所以真正的大师级的算命师 人家是什么 看到你三个月后撞车 最后说几句话 调一下你的时空场 调一下你的冤心债主 让你烧点金银纸 办点小法会 不撞了 不撞了你说他算的不准 真撞了你说人算的准 没有智慧 现在人就是这样 没有智慧 所以是真的会出现 我们也会说没事 也会使劲地纠正你的念头 往善的方面去发展 那所以有的癌症病人到我这 然后有的人就拿出报告说 我们这边著名的癌症科医生说 我只能活过三个月 我就努力纠正他 说我说你相信我是大师 然后你绝对会超过三个月 并且可能治好 那结果他三个月死了 然后家人就开始来在外面 讽刺老师了 说那个张卜生 那个不是什么大师 你看当时人家医生都说了 三个月一定会死的 结果真死了 你看大师说不会死 说他这个不好使 他不懂量子坍塌 那么我是想纠正你 结果你家人也认定能死 亲人也认定能死 你自己也坚定 没有改过念头来 你就认定你三个月一定会死 那你一定会死 因为你的恶念杀死了自己 这跟自私还没什么两样 那所以大家以后遇到那些 真正的亲友也好 朋友也好 遇到这种 你要努力的让他纠正他的那个 固化他那个恶念 这个哪怕最后是我们被人诽谤 说我们是不是大师 没所谓吗 你是菩萨 你要救人吗 你救人一命 圣造七七佛图啊 别人说你是大师 结果三个月真死了 那对他有什么帮助啊 那如果他肯听话 他转了念了 他能再多活三个月 多活三年 那人家也没说是你的功劳啊 对不对 人家说是医生的本事啊 那又有什么呢 说是人要在空性光明中建立正见 不要有自己很牛 这是说在前面的话 也就是去掉自己的固执己见 你固执己见自己会死 他就会死 你固执己见自己不会死 这是善念 他就不会死 所以大家要知道今天的物理科学 这是科学啊 老师在讲科学 已经研究到这个份上了 但是你的知识还停留在 你上大学的时代的知识 还停留在你上中学 小学时代的知识 你叫落后的人类 不叫先进的人类 我们叫旧人类 什么叫旧人类 叫old man 什么意思 老了 就是说我还年轻 我二三十岁 你只要固守过去的观念的人 你的软件是旧的 你就是老的人 你只要用了新软件的人 就是什么 就是新人类 什么意思 我们大家都知道电脑 在座很多人跟我年纪差不多 有的比我年轻很多 不懂 但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我们最开始用电脑的时候 用Windows 95 Windows 98 还记得吧 现在是多少了 Windows 10还是 从Windows 8上到Windows 10 听说还要有最先进的 但是结果你现在买了个电脑 你还装Windows 95 Windows 98 你会不会装 我遇到过新加坡一个人 他的电脑到现在还是Windows 98 一个老人家 我说你为什么不换 他说不行啊 换成新的我不会用了 我就能用98 说我的电脑还是98 老了 太慢了 用他的电脑做个事 等半天出不来 现在的速度多快啊 这个叫软件更新 电脑还是这样一个电脑 软件更新的 人还是我们在座的这么一个人 软件更新的 软件更新了 你就变成新人类了 那软件不更新 你还是救人类 落后了 落后了 所以是一个人不在于年龄的 年轻还是年老 而在于你知识的更新 叫狗日新 日日新 每天更新自己的知识 又叫活到老 学到老 因为人类的科学在进步 从最早的科学到现在 我们否定了多少次 原来认定是对的 结果到现在认定是不对的 那这个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 就是无神论 无神论来自哪里 就像这位小哥儿讲的 无神论来自于 眼见为实 你说你一生有鬼 有神 可以啊 你拿照相机拍给我看一下 拿摄影机拍给我看一下 或者让我亲眼看一下 然后我就相信了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呢 因为你是科学信仰者 你相信科学 你相信的科学就是 科学是万能的 科学什么东西都可以证明给我们看的 所以是你相信的科学 但是你忽略了科学的具现性 具现到什么程度呢 只缺陷到在宇宙中只能向你展示4%的实现 而96%的按能量 按物质 按空间 不能展示出来 这个占了多少比例了 占96%这么大的比例 大家知道我们4%的世界 已经十分精彩了 这里有人 有动物 有鸟 有虫 有这个高楼 有汽车 有日月星辰 那这都是看得见的 这4%的空间 已经是绚丽多彩了 那么请问 96%的空间居然是什么都没有吗 你相信吗 所以这个招在我们佛教里面叫思维修 思维修 就是你通过自己的理性 智慧 大脑 思辨 也知道不可能 96%的空间肯定是更加的精彩完分 唯有遗憾的一点 我们目前找不到工具去看 去听 找不到工具进入那个空间 去跟他们打交道 佛教 我们的导师释迦牟尼 再过几天是他的生日 印尼四月初八 魏塞节 那么是纪念 这个释迦牟尼的圣诞 那么从他成道之后 我们人类有了一个一盏明灯 那么为我们揭示了大量的宇宙实相 生命真实相 说他一生 只向我们宣讲两种道理 一种是宇宙真实相 一种是生命真实相 所以他老人家不妄语 不狂语 也不是为了写书 好卖著作权 好赚稿费 你们知道他当时只负责说经 不写经 后来是他灭渡以后 他的弟子欧奈和五百大阿罗汉 才把他说了四十九年的东西 集结成经文 现在才有大葬营 所以他老人家不是为了卖书 不是为了著作版权 拼命地写拼命地说 跟现在的人不太一样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那他是为了欺骗我们吗 为了名气吗 他如果是为了赚钱 他就不要放下王子的身份 而去脱博了 所以当时他的命是当国王的命 他爸爸要培养他 接班做国王 他是太子 明确是唯一的儿子 那结果他在十九岁的时候出家 去做人类的最低贱的行业 脱博 也就是要饭 你们现在叫叫花子 他为了什么呀 他为了赚钱 叫花子好赚钱 叫花子有福祥 不是啊 在皇宫里多自在啊 在皇宫里多么享福啊 所以他为了追求一个永生不死的 一个生命的实相 为众生的解脱出家修道 那最后忠义菩提树下正道 正道了一通百通 他跟整个的宇宙 整个的法界融合成了一体 然后向我们宣说了 整个宇宙法界的实相 这个实相就告诉大家 我们所生活的空间 是一个多维空间组合的一个宇宙 我们生活的法界 是由三千个大千世界组成的 一个世界 就像我们生活的宇宙一样 这个宇宙是经过了一百四十亿年 走到今天的一个宇宙 所以大家的心量要从小我 从你的工作本位 从你的小家庭 从你的小国家 要上升到宇宙这么广大的一个概念 去探讨我们生命 我们这个小一点的人类 这个生命 为什么要在宇宙中诞生 这个生命诞生之后 它的意义何在 大家看到大屏幕上的这个图呢 是一个科学家谋逆的 一个宇宙生成图 也就是我们的宇宙 从一百四十亿年前诞生 诞生一个点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光子 这个光子中间充满着真空能量 真空能量太大了之后 产生了大爆炸 这个就是今天科学家对宇宙诞生的 一个科学论带 就是在一个基点 一个光子中 储存了大量能量以后 产生了巨大的爆炸 然后形成了今天 我们生活的宇宙空间 也就是这个宇宙空间 经过了一百三十七亿年的时间 运转到今天 从诞生到今天 他已经将近一百四十亿岁了 你们今年多大岁数 你们有没有活过一百岁的 现在没有一百岁的 所以这个是一百四十亿年 大家要想 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一百四十亿年的宇宙 诞生之后 他的寿命还有多长时间呢 大概再过一百亿年 也就坍塌了 就好像大家看到的一个气球 气球往里冲氢气 冲啊冲啊冲啊 冲到一个点的时候怎么样 砰就爆了 所以我们这个一百四十亿年的宇宙 将来不停地膨胀膨胀膨胀 膨胀到一个极限的时候 砰就什么 爆了 这就是实现 这就是实现 所以大家要知道 那么在我们宇宙中 这是宇宙 又叫世界 那么宇是时间 宙是空间 所以是我们的宇宙 是一个一百四十亿年前诞生的 那么像我们这样的世界 才叫一个小世界 像这样的世界 一千个叫一个小千世界 那一千个小千世界 叫一个中千世界 那么一千个中千世界 组成一个大千世界 那么我们宇宙中 像我们这样的世界 有三千个大千世界 你算是多少 所以我们生活的地球 所在的空间 不是唯一的空间 而是三千个大千世界中的 一个很小很小的 像沙利一样的一个世界 很小 那这就像你站在太平洋上 坐船到了太平洋以后 看海面 一个平静的大海面上 起了很多很多的浪 我们所生活的法界 实际上 就是像大海一样的 近虚空变法界 那么在这个大海里面 翻腾着各种的浪花 其中一个浪花 就是我们一百四十亿年的 砰打起的一个宇宙 将来有一天 砰也要颜面掉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佛陀告诉我们的 宇宙真实相 叫成住坏空 不是永恒的 所以我们人类呢 结果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面 还去追求永恒的东西 你认为你的财富赚了 就永远是你的 你认为你的房子赚了 就永远是你的 你认为你的汽车永远是你的 所有的金银珠宝永远是你的 你没有智慧 因为你称其量活一百岁 再活 活到一百二十岁 现在还没有超过一百二十岁的人 所以是怎么叫永恒呢 所以在人这个地方 在宇宙 人体外的 宇宙的所有的都有一个生成 叫成 生成之后 它有个住室的阶段 叫住 在住室的过程中 它逐渐的毁坏 有个坏 在毁坏到不能再坏的时候 砰爆炸的 到空没有了 这个都是成住坏空的这个过程 那对于生命 所有的生命 都有一个生老病死的过程 就是你从少年 从孩子提时代开始出生 出生开始长大 长大以后就开始生病 老了 你看我们今天你们身边 你们可能还没有受过大病的折磨 但是你看你身边的老人 他们离开人世间 有几个是受众正寝的 有几个是无疾而终的 大部分都是不停地生病 病魔折磨他 折磨了很多年以后 最后不情愿下去世了 所以生老病死 最后人一定会死 包括伟大到释迦牟尼 也不在人间了 所有的历史上的圣人 也都在人间了 所以说那你怎么可能就不死呢 是你自己麻醉了自己 你觉得我还年轻 我还年轻 我今年五十多岁了 我也觉得我二十多岁 没觉得自己老啊 充满着活力 后来又想想 不可能啊 五十多岁了 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看一个五十多岁的人 我都觉得他挺老的呀 那我现在应该也是挺老的了 那么你们现在七老八十的人 也有在这听讲座的 那么你们觉得你们老吗 没觉得老啊 你也觉得你才二十来岁啊 活在那个年轻的思维中啊 我母亲今年七十九岁了 上次她来新加坡 因为我是中国新移民 我的出生在中国 说父母不喜欢移民新加坡 她还留在大陆 所以来看儿子 然后住了一段时间 她就跟我拉管说话 说哎呀 我觉得我自己不老 但是我出去走路呢 我就觉得走得轻飘飘了 怎么走着走着 所有的人都超过我了 他走着没觉得自己走得慢啊 年纪大了吗 你这个腿脚不灵 他觉得他自己年轻 然后走得也挺快的 怎么看着人蹭蹭蹭的 都超过他了 这一想 哎呦 我也快八十岁了啊 这是慢了 这是老了 腿脚不灵了 你看人都是这样的 你没觉得自己老啊 但是事实你不可能不老啊 就是你现在还年轻 你比昨天已经老了一天了 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老 一天一天的老 终于等着自己要闭上眼睛 不再睁开的时候 你才知道自己不行了吗 所以是什么叫觉者佛爷 就是一个真正的智慧者 知道时间实在太宝贵了 因为在这个世间 什么东西我们都可以用金钱来换 只有一样东西是换不来的 就是时间 那现在你们 谁肯换 能够让我变成28岁 我拿十个亿来给你换 我给你十个亿 你让我变回28岁 不行给你一百个亿我也干了 我都活了好几十岁 不可能 属诸佛菩萨也没这个本领 所以他现在知道生命的可贵 在于不可重复性 不可以让你再回去 再过新的一天 你是老了一天了 每天都在老 每个小时都在衰老 这是一个智慧者 一个觉者要清醒明白的 所以是适日一过 这一天过了 就像少水的鱼一样 已经看到你这个 原来的池塘中的水 一天比一天少 干了嘛 一天比一天少 你要生这个大敬畏 大恐惧 为什么 适日无多 因为等到完全没水的时候 就是我干死的时候 你的生命水 也在一天一天的减少 等到你没有生命能 生命水的那一天 就是你死亡的那一天 所以我们还自己活着 要知道这一天实际上 很快就会到来 那么我们就不敢浪费 每一天的时间 做自己 尽量做这一天 应该所值的事情出来 不偷懒 不去浪费一分一秒 做有价值的事情 这个价值是永恒价值 不是你死的时候 带不走的价值 你说我这个一分钟 都赚了一百万 这不是有价值的东西 你说这一分钟 是我获得永生 自己将来死后 死而不死 能够获得永生 我已经有一分把握了 我多活了一分钟 我有一分钟把握了 多活了一天 我有一天的把握了 我已经找到了那个方法了 我已经向那个方向去努力了 因为我们的灵是不死的 灵是不死 灵被你的愚望 带着你在六道中受苦沉沦 所以是你生生死死 生生死死的受折磨 那么我们如何的解脱出来 不再生死 活在一个永远的快乐的世界中 这是所有圣者教给我们的方法 大家要知道 这个值钱 这个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因为这是生命的终极目的 所以这就是生命的实现 宇宙的实现 是太浩瀚的星空 告诉你我们地球很小 人为什么会很自大 因为你不肯看天空 我在欧洲的时候 见识了一个老教授 他是搞天文学研究的 这个老教授 你跟他在一块儿舒服 为什么他心里宽宽敞敞敞的 你感觉到他这个人简直博大的 就跟星空一样的博大 没有小心眼 不计较任何东西 吃什么不在乎 穿什么不在乎 对于每一个人都谦卑的不得了 他是世界有名的大的宇宙科学家 但是你去拜望的时候 俨然我是比他还厉害的人物 他这个渺小得不得了 他就是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想这个人可能是修佛 修到很好的层次了 修禅定修到很好的层次了 那我就跟他请教什么方法 我说你为什么 我们在你面前觉得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大 你反倒很渺小呢 他说我天天面对的是星空 当我在仰望星空的时候 我发现地球很小 在望深处研究的时候 我发现整个太阳系 也就是很小的一个点 在望上研究 发现银河系也是一个小点 那你想到银河系 是一个小沙利的时候 那地球在哪 那地球上我们这些人在哪呢 那今天我们的人可牛了 可大了 这个宇宙都是我的 我是宇宙老大 所以是他是仰望星空的时候 然后他知道 人是太渺小 太渺小 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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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渺小了 不能小的再小了 所以是他终于没有自己了 融化在整个宇宙中了 这就是佛教的最高境界 空性无我的境界 他通过研究科学进去了 你跟他在一块没有任何的挂 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因为他是空的 你这个跟人可以吵起架来 是因为你不空 对方也不空 两个观念劈啦啪啦 两头牛在那顶牛 那有一个是虚空 那个是牛 来顶吧 他怎么顶虚空 虚空有障碍吗 没障碍啊 所以说为什么空性正见 是我们佛教中最高的智慧 你没有空性正见 你没有智慧 所以我们修行者要学这个老教授进入空性中 没有自己融化在整个的法界里面 到这个时候你见到了什么呢 没有自己的知见的时候 我们正见了自己的如来性 这个时候你就会像圣者一样 在空性中将六道众生的客观存在的世界 展现出来 所以释迦牟尼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佛 但是我们为什么 挣不出自己的佛的那个神通力 挣不出佛的智慧力呢 明明六道存在 我们自己看不见 进不去他的空间呢 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自己的 我的知见里面 我以为没有就是没有 我认为没有就是没有 我不相信有就是没有 所以所有的都是我我我我我 那么你有没有分析一下 你这个我是哪个我呢 是你肉体的我吗 不是你的肉体 肉体是我的身体 我的头 我的手 叫麦 我的英语叫我的 在语法里面这个叫所属 叫我的手机 我的电脑 都是我的所属 我的物品 你的身体 你的头 你的手 你的脚 你的心脏 这都是你的所属 我的想法 也是你的所属 都不是你 那那个你在哪里呢 那个真正的你在哪里呢 所以是你的知见也不是你 你的身体也不是你 所以是在佛法里面 要破两个所直 一个是执着自己肉体是自己 一个是执着自己的想法是自己 这个所直张 所直张 被你破掉以后 然后你进入空性正见了 你的神通力就展现出来了 一旦展现出神通力以后 你就是虚空 那么 所有的东西都在虚空中 虚空就是法界 法界无所不包 地球在虚空中 太阳系在虚空中 我们这些人在虚空中 那虚空中有什么 当然虚空都知道 当你是虚空的时候 六道空间 是真实存在的 隐态空间 眼睛不可见的空间 那他就展露无遗 所以释迦牟尼 像我们宣说的六道空间的存在 是科学的 不是自己创造的 不单释迦牟尼 在宣说六道空间 中国的历代圣人 从福西式开始 就在宣扬道 一阴以阳为之道 道生之 得序之 物行之 弃成之 万物都是从空性中 无中生出来的 不是从有中生出来的 所以说 那么这种高端的智慧 中国的圣人也在宣说 印度的圣人也在宣说 那么 耶稣基督 默罕默德 这些他们的学说 能够在人类史上流传几千年的 都在说着天堂地狱 鬼 这些的故事 所以是他们没有通讯工具 不像现在说 张教授 我是李教授 我们怎么骗人 咱们怎么编个故事 说有一个鬼的世界 你怎么说 你这样说 好 我跟你说一样的 咱俩好骗人 他们有没有电话 有没有去相互见面 开个会 研究研究 怎么骗人的 没有 那么他们为什么都在宣说 这同样的一件事呢 就是都是圣人 都看到了 真的看到了 这个实相 但是他们的看叫观 观自在菩萨的观 他不是眼睛看 他是心灵的展现 心灵空性的 对宇宙实相的一个展现 不是拿你的肉眼所看 肉眼所看的东西 很受局限 比方上细菌你看到吗 看不到 大的巨星细你看得到吗 你看不到 我们在银河细中 你看到银河细了吗 看不到 太大了 看不到边 所以我们的眼睛可见光 我们的智商 今天的显微镜 放大镜 已经为我们展现了一个 这个 一个更广大的宇宙 不是眼见为实 所以是那么我们 但是我们相信了就是科学 可以给我们证明 科学是万能的 但是这个是2013年的科学家骗人的东西 我们被骗了 2013年之后 科学家说 96%的真实存在 隐态的 不可以对仪器显现 不可以被人看见 听到魔道的 存在 占宇宙中的96% 真的存在 测不出来 它叫暗物质 暗能量 暗空间 我们在中国古代称之为 隐态世界 我们所面对的世界 是一个显态世界 和隐态世界 两个世界同步共生的 是一体的 4%的显态世界 加96%的世界 才是100%的整个空间 整个宇宙 所以说我们的思维 为什么你要成为一个圣人 你先要拓展自己的思维 从自己的这个小我的利益中 从小家庭的利益中 从小公司的利益中 拓展出去 从小国家的利益中 拓展出去 哗啦 你到了整个世界 哗啦 你到了整个银河系 哗啦 你到了整个141年的宇宙 哗啦 出了141年的宇宙 到了一针法界 到了整个的近虚空变法界 看到了很多很多的 像我们地球一样的空间 这些小世界 这些小世界 无量无边 就像在大海中 你看海上的浪花一样 有很大的浪花 有很小的浪花 都是浪花 它打起来最后都要回到水里 没有浪花 沉住坏空 没有可执着的 你爱你的房子 你的房子可以生存多少年 传一辈 再传一辈 三代 三百年 基本上没了 你爱的什么东西呢 对不对 你保养了再好三百年 你看现在 在马来西亚 找一个三百年的房子 很难啊 都没了 拆的拆 倒的倒 不要了 跑到城市来买高楼了 农村的房子破烂了 没有三百年的 你想永恒吗 没有的事 只是骗了自己 所以说我们要回到 真科学的时代 你现在在2018 要重视 你现在在2018 请你们回到2018 来到2018 欢迎你们来到2018 不是1908 所以你要活在当下 超越了2013 2013之前 科学家说 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能够展现给你看的 仪器呀 人类科学发展到这么先进了 我逢是不能够用仪器展现的 都是不存在的 都是骗人的 逢是仪器能展现的 才是真的 2013年 全世界的科学家公开声明 能够看得到的 展现的直到4% 你们还活在2013年之前 说我还要拿仪器证明 给我看我才信 所以今天 已经不是信不信鬼神的时候了 这个时代不同了 在过去时我们可以去争论 到底有没有啊 有啊 还是没有啊 有为什么不能够展现啊 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啊 那现在科学家都定论了 你还在信不信上 那你是太落后了 顾不上你了 那现在是你信了以后 怎么做的问题 信了以后做不做的问题 也就是说 你要不要跟鬼神打交道 你要想打交道 怎么打交道 是这个问题 上升到了一个 我们智慧必须去学习 和掌握的东西 前天我带了一批人 在你们吉隆坡 给几户人家做风水 我们的风水 是一种独特的风水术 是师父带图梯的 先天风水 也就是把一个后天的风水 已经破了局的风水 破了场的风水 恢复成一个有场的风水 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像一块磁铁 这个是如果是磁铁的话 我放在这 它周围有没有一个场存在啊 有没有 你们连这个都不懂啊 连这个还要给你们补课吗 大家听课要活着听啊 不要一脸死相的听 如果这是个磁铁 这有没有场大声点 都还活过来了 好不要听着死气沉沉的 最想知道一块磁铁周围有磁场 为什么我这是个铁钉 我拿老远的 你不用再见了 老远的它砰就被吸过来了 对不对 不用放在这才有磁 我放这 它自动吸过来了 因为有磁场 对不对 有磁力线 屋中的东西 看不到的磁场 它是真实存在的 因为这是一个磁铁 那我们的房子呢 我们的房子在盖的时候 你在空地上盖 盖起一个房子 盖起一个房子 你有没有把这个房子 变成一个磁铁 我举例子 有没有变成一个磁合铁 还是只是盖了一个空壳在呢 所以是那么这个 因为你盖房子的时候 是在后天 好比是我们一个先天的东西 掉到地球上来 啪 裂了 裂了以后形成了什么 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八卦 什么叫八卦呢 就是一个卦 两个卦 三个卦 四个卦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加中央九宫 有没有看到 所以是八卦九宫是后天的 因为它已经到地球上 一个好好的一个立方体 被打破了 被打破了 一打破了就洒气了 对不对 散气了 所以是那你把房子盖起来 也没长 那么真正的悬天风水 现天风水是什么 把这个房子还原成一个立方体 还原成一个立方体 还原成立方体以后 它成了什么呢 上面是天花板 是千卦 下面是地板 是坑卦 左面是正卦 右面是迅卦 前面是离卦 后面是坎卦 六个卦 组成了一个六合体 并且每一个卦 之间都是放光的 阴跟阳放光 阴跟阳放光 签 三个阳咬 坑三个阴咬 阴跟阳放光 阴跟阳放光 屋子里都是放光光的 阵跟信又是阴阳相对放光 坎跟离阴阳相对放光 还有一个对感 所以因为你这个房子里面 你进去了被充电了 你把房子的光吸走了 吸到体内了 因为你在外面放电 露电 你的眼耳鼻舌身意 出去这一天 都是在外面放电的 眼睛要看 耳朵要听 啪一下光出去 耳朵一听 啪出去了 眼耳鼻舌身意 是六个贼 六个贼就在倒你的光 所以你出去一天很累 你回到家里要干什么 要找充电宝 你手机没电 你要找充电宝 你回到家里 你的屋子就是充电宝 所以要把它恢复成 一个先天放光的格局 向你的身体冲 生命光 生命电 那你这个 你这个屋子里的光 被冲到你身上 它的光不足了 不足了怎么办呢 所以它还有一个对跟梗 这个一个叫游魂 一个叫归魂 归魂 游魂是对 归魂是梗 什么意思 你魂不全了 魂魄散了 所以是要把魂 游荡的魂给招回来 叫游魂挂和归魂挂 所以是那么就是 等于是说把光收回来 把光收回来 所以是你的房子的光不足了 对去吸那 少牵 它叉 一转 自动见 转上天花板了 吸的光 到地板 地变成梗挂 哗 又放光了 把这个 你吸走的光 它又冲上了 过年过节 这个亲戚朋友都来 实际到你家都沾光 都把光吸走了 它这个对挂 马上就要根据 是少了迅挂 迅的能量 还是少了震的能量 少了震 对 是作为嘴 去吸 这个震的能量 如果少了这个 昆的能量 它朝大地吸 那最后对面都是梗 纸藏收着 不让它再露了 然后最后你的房子 就变成了一个 先天八卦结构 自动的补充光 那这个是什么技术呢 这是古代的使用 暗物质 暗能量的技术 是师父带徒弟 传下来的宝贵的 使我们的生命能 得到快速补充的 先天八卦技术 今天靠书上学的人 完全得不到这个 所以那一天 前天他们去了 十几个人跟我去实战 看老师在做 每一个人在之前 这个房子 他们有一个感受 这个叫提到一身 要你的身体去感受 让你的心去感受 所以叫提到一身 提到一心 因为这个东西是 眼睛看不到的 耳朵听不到的 所以但是你的身体 可以感应到 然后就像这里有没磁场 拿个铁钉就知道了 拿个铁钉 啪铁钉被吸住了 那肯定是磁铁 那啪吸不住 没磁场 对不对 所以是 那么我们的人体 就是个铁钉 你到了这种地方 你提到余生 用身体去感应 用自己的心去体验 有什么变化 这个房子 老师做之前 跟做之后 它有什么变化 这个佛像 老师开光之前 跟开光之后 它有什么变化 这是只有你的身体 只有你的心灵 给你答案 不是别人说 在之前我不告诉人 每一个人有任何的感觉 你自己去感觉 自己每一个人都有了 同样的感觉 那就告诉你们 是真的 不是相互作假 是真的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那就是真的 所以是佛陀 老子 耶稣基督 他教学生 学什么 学着怎么去使用 96%的暗物质 暗能量 怎么和 这个暗物质 暗能量组合的 暗空间 引退世界里的生命 打交道 我们人生活在社会上 要跟人打交道 你才能富贵 从来没听说 谁一个人从来不出门 钱就上门 你总是要去跟人打交道 你即便是打工 你要跟上司打交道 跟同事打交道 跟客户打交道 对不对 你是家庭主妇 你要跟老公打交道 跟儿女打交道 跟长辈打交道 跟亲戚朋友打交道 跟周围邻居打交道 所以从来没听说 一个什么都不打交道的人 他可以得到人的尊重和富贵 没有这回事 但是你如果不写 引退空间的技术术的人 你只能跟人打交道 你跟畜生打交道 他都不太能听得懂 是不是 可以跟狗打交道 跟毛打交道 现在有的人喜欢养宠物 养小白鼠养什么的 你是他的主人 他跟你有感情 但另外来了个外人 他跟他没感情 这是打交道来的 但是你听不懂他 他也听不懂你的话 要训练他 训练久了 你打交道久了 他能听懂了 因为我可以跟你说话 你让狗怎么做动作 他还知道主人让他做什么 所以你充其量能够跟人 跟畜生打交道 这是你用心可以做得到 但是你另外的天 阿修罗 地狱 恶鬼 这四道 你怎么打交道 还有祖先过世之后 在骨灰上 在这个尸体上 还有一个魂 叫守施鬼 叫幽精 因为每个人的身体 都是你的父母 给你的 腹精母血造成的肉体 那么其中三魂中 有一个魂 老是认定我们这个肉体是我 顽固的执着 这个肉体是我 所以是他死了 烧成灰了 埋在土里了 这个魂还不放弃 自己这个肉体 所以就变成了守施鬼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祖先也好 过世的人也好 他有一个魂在 他活着 另外两个魂 天魂地魂去转世了 人魂 他变成守施鬼 守在这个尸体上面 守在骨灰上 这就是我们华夏祖先 发现之后 让我们尽孝道 有二 一 长辈活着的时候 给他一 给他十 孝顺他 让他开心 这是孝道之一 但是这只做了一半笑 后面一半笑 更重要 他叫 死后 祭之以时 就是 我们中国古代 有四大祭祀日 一个是清明节 一个是中元节 一个是冬至日 一个是重阳节 这四个节 这四个节 都是我们活着的人 要给过世的人 祭祀三天 五天 七天 他有大祭 中祭 小祭 大祭七天 中祭五天 小祭三天 在哪祭呢 以前村子里都有祠堂 我们是张家村 张姓的 然后有一个大祠堂 所有的人都到祠堂里 去祭祖 平常时间 不进行这些祭祀的时候 然后 每个人家里设神主牌 祖先神主牌 自己祭 或者把祖先的神主牌 安在祠堂里面 请专门的人 每天去上香 点蜡烛 给茶水 放鲜花 给点心 给所有的祖先 有东西吃 那这个古代是这样的 就是日共 每天要日祭 那么再是小祭 中祭 大祭 看这个子孙的孝顺程度 这是跟鬼打交道的方法 那么为什么要跟祖先鬼打交道 祖先他的这个 虽然去世了 他的那个在鬼道里 还有很多关系户 因为那些跟他一样老的都走了 他们在另一种空间 也有个社会 跟我们的社会一样 所以你找到祖先的时候 祖先认识很多人 尤其往后属九祖 属到九祖退前五百年 我们退前五百年到宋朝了 宋元明清 到宋朝那个时代了 那宋朝的时代 你的那个元祖可能是个大宰相呢 那他认识的人更多了 买他账的更多了 所以你办不了的事 他在那个空间都帮你办了 这就是借祖先的力量 所以我们要学会着和鬼神打交道 目的是什么 自己这一世荣华富贵 然后在祖先的帮助下 还可以使我们有更多的善缘 祖先累积的善缘 通过神主牌 通过你的DNA 都传递给你身上来了 都是你受用了 都帮助你成功了 让你五福临门 多子多孙 并且子孙都孝顺 为什么 你不孝顺祖先的话 你的儿孙给谁学啊 你都不祭拜祖先了 你想让你的孙子来祭拜你啊 你不是脑子漏电吗 你不祭点祖先了 儿子学你不祭点爷爷了 到你的孙子的时候 那他爸能够带着他 带你孙子来看你啊 不来了 这不来了 你有儿孙等于没有 那跟古老头有什么不一样 祖先 我们的列祖列宗太慈悲了 通过这样的一个传承教育 然后到今天 我们华人为什么要祭祖 为什么要孝顺 并且祭之以实 祭神如神在 祭鬼如鬼在 祭祖先如祖先活着在堂 恭恭敬敬 给吃的 给喝的 祖先喜欢喝酒 还要倒上点酒 喜欢抽烟 还弄一包烟镜上 这就是祭如在 就是祭鬼 祭神 像他们活着 在的时候 一样给他喜欢的东西 还要经常烧金银纸给他 现在我们佛教界反对烧金银纸 很多师父反对烧金银纸 但是你们注意这些人是不是通灵者 什么意思 他有没有通达阴阳的神通 如果这个师父 他教你不祭祀 不烧金银纸的人 实际这些师父 都通通是不通阴阳的 你看台湾几个法师在讲 都是不能跟鬼神打交道的 但是因为他山头人多 所以大家都把他分为什么活佛 活菩萨 甚至弄个佛像 也长得像他 连32像好都没了 弄得那么受不干的 还在那当佛 让佛像塑成佛像塑成他的样子 大家知道这个邪魔的世界 充斥着今天十分的严重 他自己不通灵 他们祭祖可好 你们这些来祭祖对吧 好 弄个幻灯片 然后电视屏幕 祖先在空里飞 好 我张家祖先来了 看到自己的牌位要上去 这一看怎么没有了 换成李家的 因为他用电影屏幕在飞 一会儿是张家的 张补生祖先的 一会儿是李补生祖先 一会儿王补生祖先的 那祖先忙着 到去去追自己的牌位 追来追去找不着了 不通灵 乱搞一切 现代化 环保 你看我们连牌位也不设 你看就这样的 弄就行了 一影出来 祖先就来 那祖先来了坐哪儿啊 你们来了 我还得给个椅子坐 对不对 给个位置坐 那祖先到这边来了 乱套了 到处找自己的位置 哪个位是我的 不懂 不通灵 没有神通灵 有人说 我们佛教不追求神通灵 胡说八道 很多人现在信了 活着的师父的 活着的法师的 说哎呀 佛教不追求神通 你们回去好好看大圣经典 法华经 楞严经 所有的大经 释迦牟尼在前面 有个续分品 欧能在叙述 今天这个佛 在这个大讲堂开讲了 都有哪些人来了 就像你们 你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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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经上描述 大菩萨来了多少 大阿罗汉来了多少 菩萨里面 文书 普贤 谁来了 点了名了 大阿罗汉代表的 点了名了 优婆义 优婆色 点了名了 然后最后一定来了一句话 与会大众 神通 一句 你记住 这句话很重要 也就是说 所有的来参加法会的这些人 都有神通了 都具备神通了 今天说佛教不要 胡说八道 半经半佛 因为他自己没有神通 他怕你有神通 你有神通了以后 你知道他不是菩萨 哪有一个菩萨没有神通的 阿罗汉已经就是六通俱足了 陋进通都俱足了 何况菩萨呢 所以是大家知道 今天的世界 我们讲到鬼神的时候 待会会讲 那是牛鬼蛇神 不要信 不要去敬拜他们 但是 有神通的 未必是佛菩萨 大家记住这个话 但是有一句话 你更要记住 如果一个人是菩萨 那他没有神通 他是骗人的菩萨 所以现在很多人 什么吹牛说 谁谁谁 哪个法师是菩萨了 活菩萨了 结果他还靠灵媒 靠一个听说巫婆来说了 说哪一年有大灾难 又听说一个神汉来告诉他了 哪一年有大灾难 他自己不知道 不通灵 那这个问题很严重 那他就不是菩萨 他就没有神通力 没有神通力的不是大菩萨 是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 要有正确的知见 所以是那么整个的这个空间界 有正神跟邪神这两大派 正神是什么神呢 正神都是福德正神 从小到土地公 大到诸佛菩萨 正神系列的神 都是以自己的功德力 置换出来的神位 所以说我们叫土地公叫什么 你们叫什么 是不是叫福德正神 城隍爷是谁当的 城隍爷是过世的人 他完了具备了 这个对整个城市有功 死后封神 封他为城隍爷 来治理这个城隍 治理整个城 所以叫城隍爷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所有的都是什么 都是正神 正神都是凭着自己的功德 换来的爵位 就像你们今天搞选举 选的这个部长啊什么 这些都是你们选上的预言 预言最后当了部长 是因为你们佩服他的德行 信任他 所以是就被你们封成的议员 议员又被国家封成的部长 是这么封的 所有的正神都是这么封的 他有功于设计 有功于老百姓 从小到我们的家宅土地 大到一个村子的土地 一个区的土地 一个国家的土地 国家的土地 他的级别最高 然后往下一个级别 一个级别的小 就像从部长那儿 又分局长 局长分处长 处长分科长 他是这样的一层层小下来分的 那么我们显态世界的官员 是这样封的 在隐态世界的正神 都是这样封的 这叫封神 正神系统 他最高的封神系统 叫玉皇大天尊 玉皇大天尊 我们在南洋 发现福建人 广东人 大部分在南洋 混得都不错 大富豪 大成就者 很多都是这个地方来的人 那么为什么他们会 这么富贵这么好 日子过得这么好 他们有什么秘密 你们中间很多都是 都会做这个事 叫什么 拜天公 你们的年初九 比初一还厉害 初九一定要拜天公 但是很多人拜天公 不知道天公是谁 天公 就是天上最大的那个 他所有的管辖 这个三界 连天带地界 带人界 带鬼神界 都是他管的 所以叫玉皇大天尊 那佛教界 我们对这个没有认定好 玉皇大天尊 他到底是哪一个层次的神呢 所以是 逢是在道教称为天尊的 都是菩萨籍的 跟佛籍的 你比方说三清 三清天尊 原始天尊 道德天尊 灵宝天尊 这是佛一级的 我们跟他等同于我们在 佛教界的三世佛 那再往下的 玉皇大天尊 他是治理我们这个三界 总共二十八重天的 大天尊 所以是那么 有的人 佛教界 把他贬为 道立天主 道立天 才是 玉界二重天 玉界二重天 他有横向的 三十三天 玉界二重天 他在哪呢 叫地居天 所以地居天 那一定离不开地 所以我们在这个 玉界天的第一重天 叫四天王天 第二重天 叫道立天 道立天 平着有三十三个天宫 不是三十三层 是平行的三十三天 平行的三十三天在哪 所以我们这些功夫师 我们去三十三天办事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在喜马拉雅山的山顶 喜马拉雅山海拔高八千米 八千米的这个最高峰的 东西南北各有四峰 东北西北东南西北各有四峰 叫四正四机 那么他里面又各分 东西南北四重天 四八三十二成天 从三十二天 三十二天加中央一天 他不分四重 只分一个 所以加他是三十三天 所以道立天 在这个层次上 是地居天 很低 那你知道玉皇大天寸 他是整个统领天界的 那上面的夜谋天 都帅陀天 画乐天 他画自在天 六余天 他管不管 都管啊 不单六余天管 上面还有十八重 色界天 他管不管啊 管啊 还有四空天 他管不管啊 管啊 他是大天尊的 我们拜的天宫 不是你们不要随便听一些法师乱讲经 把它贬低到道立天天主 不是这样的 不能说因为这个人名其大 因为他不通理 因为我们经常上去找他办事 知道要怎么找 他在空居天的最顶上面 他根本就不在地居天上 地居天的 再往下海拔四千米的地方 是四大天王天 在这个喜马拉雅山的 这个东西南北 这个山崖 山半崖 那海拔四千米左右的地方 那是四大天王居住的 四大金刚 四大天王居住的天 这些呢 在释迦牟尼的佛法中 描述的极其相见 那么再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佛教徒到底要不要相信鬼神 实际都不是问题 为什么不是问题 如果你不相信鬼神 你还说自己是佛教徒 你纯粹是在胡说八道 你在骗人哪 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你是释迦牟尼佛的徒弟 要这样定性 才叫佛教徒 那你既然是他的徒弟 师父怎么说的呀 你跟师父学就在学这些招啊 学什么呢 所以说地藏菩萨本愿经 要不要学啊 要学 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 这里面很多秘密啊 那地藏菩萨本愿经 不是释迦牟尼在人间说的 是在天上说的 然后在天上的道立天宫 为母说法 请的主宾是谁啊 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在哪啊 地藏菩萨在地狱里 救度最苦众生 他不在天上 所以你要找地藏菩萨 你说在天上找的 你是胡说八道 他的宫殿在地狱里面 因为地狱不空 他事不成佛 他就住在地狱里面 所以是那么 他这个上到道立天以后 不但他去了 他在世界上 所有的世界 分身 地藏菩萨也都回归一生 这里面就是一个机密 我们为什么华人 要见佛像 拜佛像 要见神仙像 拜神仙 拜大天尊 拜土地 这些都是他们的化身 叫分身 分身化气化光 所以是一个地藏菩萨像 如果开了光 就是地藏菩萨的分身 分灵 如果没有开光 就是假的地藏菩萨 所以这个呢 待会会讲到 圣像开光 所以这个秘密 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 告诉 真的有天啊 真的有地狱啊 真的有鬼王啊 你看那里面很多鬼王说 哎呀我们原本都是帮人类的 但是人类呢 不受帮 他不敬我们 结果我们想帮 也帮不上忙啊 对不对 有土匪抢了你钱包 警察过来呢 说哎呀哪个土匪抢的 说我不用你帮啊 我自己搞定啊 你自己去搞定了 追土匪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不用人家帮 警察怎么帮你啊 没办法帮你啊 所以那些 那些鬼王 他原本是要帮助人类的 但是人不敬他们 不让他们帮 结果人家就走了 这个正神正鬼走了 邪神邪鬼来了 因为你太傲慢了 你跟他的那个频道 是同一个频道 你那个驴脾气 你那个恶脾气 他喜欢 他那一帮你帮成坏事了 说是人的善心一起 供应心一起 善神随之 人的恶心一起 恶神随之 成就你的恶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为什么 要不要拜那个邪神 不要拜邪神 正神都是玉皇大天尊 册封的 就像我们的这个 一个小科长 那也是中央体系封出来的 不是说只是部长才封出来 那个在中央的 这个国家公务员任职的名单里 都可以找到他 对不对 那个体系里都可以找到 所以是正神是这么来的 那么这个你是佛教徒 你不信 鬼神 你是哪门子佛教徒 我问问你 你就根本就不是 释迦牟尼的徒弟了 所以是我在新加坡 刚到那边去的时候 有一些念佛的人 我见他们 我说是唐朝啊 为什么我们华族 我们中华民族 在全世界 受全世界的敬仰 因为那个时候 家家观世音 户户土提供 就每家每户 都供上观音菩萨的像 下面 你们现在看到的那个神龛 标准的底下是空的 为什么要空 那是给福德正神的位置 所以家家上面是什么 观世音 下面是什么 土地供 所以是上面是神台 下面空的 这是唐朝 传过来的神爱设计 目的就是方便 一个有限空间 把土地供也供了 把你供的诸佛菩萨也供了 今天你们南洋地区 还保留得很好 所以是 那么 正是因为唐朝的时候 家家观世音菩萨 户户土地供供 所以是 土地供供保证你的福德正神 保证你的正财 他跟五路财神 土地的五路财神 五路将军 都有很深的教导 你有什么事 他马上到城隍那 调五路兵马来支援你 你钱财不够了 他去骑请五路财神 来帮你 所以是 前面要供五个杯 五杯水 什么原因 供奉五方土地 五方龙王 龙王是 这个借水 他才能来的 那么就是准备有事 土地供供 一请他们就到 帮你家里 化灾免难 还有五方鬼王 你们看 好好回去看 地藏菩萨本愿经 大鬼王都是要帮人的 不要以为 是鬼王都是坏的 不是 这是正神正鬼 都是要帮人的 那后来你不用正神正鬼 你倒请邪灵邪鬼 请一些妖魔鬼怪来帮 请一些牛头马面 这个狐狸精 蛇精来帮 所以是这些 就是邪灵邪神 动物经外 是动物修炼 而形成的一个身外身 这个蛇五百年修炼 它就可以出身外身 千年修出来的蛇更厉害 三千年的蛇就更厉害 所有的蛇 假如这些高级的动物 他们在这个月圆 十五的月圆夜 你去山上 平常时间 晚上听到那个山林里面 击啦哇啦的 老鼠被蛇咬了 然后蛇又被什么鹰抓了 击啦哇啦的 这叫那叫惨叫声 但是十五年到深山老林里去 一点怪叫声没有 什么原因 他们全部不去打猎 全部是拜月 十五的时候 他们全部要吸月花 所以那个蛇还要把身子立起来 用杏子向这个月亮去吸月经 这个到了中午的时候 你们去放生石看 所有的乌龟都不在水里 全部会爬出来 对着太阳吸 这个太阳的精华 叫采日经月华 来修炼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修炼的道门中 有几样东西 师父是不让吃的 一种是甲鱼 一种是蛇 这两种东西 为什么不吃 力量太大 他修炼 他成精 你吃了他的徒子 祖孙 他的爷爷成精了 那他的爷爷来报仇 这种事太多了 有些怪病 尤其你们这生了病 不好好养病 不好好拜菩萨 不好好消业障 还是去吃什么山瑞 什么大补 结果越吃越倒霉 越吃这个作业越多 人家越报复你 所以是有几样东西是不可以吃的 牛娃不可以吃 还有什么这个 你们现在还吃什么那个鹅鱼肉 鹅鱼肉 鹅鱼它是什么 鹅鱼它浑身都是细菌 那不是人的食物链的 鹅鱼肉 穿山甲这些 那都不是人的食物链的 包括蛇肉都不是食物链的 你吃它干什么 我们称为蛇叫小龙 你得罪龙祖的 所以是那龙天龙八步 它就不来帮你了 所以是很多人大家知道 古代为什么有些东西不让大家吃 是因为爱护你 泥丘啊 这个什么还有黄山啊 还有日本的那个鰻鱼啊 因为他的皮肤都进化到跟人类一样 没有灵的 人是高级生命 他也是高级生命 他都会修炼 他报复人类 他这个很厉害啊 我有一次这个 因为我现在是 不是纯素食的 然后那个有一次 我给孩子去买那个鱼 你们叫那个带鱼 那个亮亮的那种 我们叫刀鱼 然后去了我们的一个超市买 买一看 哇挺好 今天很新鲜 你知道带鱼是海里的 它一定是死了的 我们叫三斤肉 然后就拿了几条 放到那个撑上 跟那个小哥说 你帮我撑着 结果我拿的什么没事 我说你给我撑着 哗 这只胳膊不会动的 这一不会动的 我们都懂啊 这个叫卡住了 懂不懂 有东西进去卡住了 实际上是什么 那些鱼的灵 鱼下限别的灵 一看你这个高人来了 都找你超度 鱼贯而容 进去了 不是那几条鱼 能搞得你不动的 结果我这怎么办呢 我们有孔雀明王症念吧 因为念了孔雀明王症 所有人他就不能够捣蛋了 结果越念越疼 我说不对 这要治住人家 不对 要吃人家的肉 还要治人家 那我就跟他们商量 我说 所以是你要懂得用这个心 心音 不是嘴上说 是心里说 你要什么呀 你们要什么呀 要什么才弄得我不疼啊 那我能给你们就给你们啊 结果他们就听到一个声音说 阿弥陀佛 因为我每次主持法会 我们一定用阿弥陀佛 无量光来超度 所以他们要阿弥陀佛 我说那这好办 我就念阿弥陀佛 念了三声 没有了 全退走了 全超走了 然后胳膊就不疼了 所以有的时候你这疼那疼 你就去看医生 那不是医生能看好的 是那些冤亲债主来讨债 有的是你的 这个祖先的冤亲债主 有的是你这一生的冤亲债主 有的是过去式的冤亲债主 所以你看一个 一个待遇都这么厉害 你还了得 你要吃蛇 吃这个什么 吃鹅鱼 还弄个鹅鱼皮的皮包 鹅鱼皮的皮带 捆着 那不是找事吗呢 那看见鹅鱼精 看见你 把他的子孙的皮 扒下来弄 玩 他不找你算账 腰疼腿疼 胳膊疼 哪个地方 跨那个鹅鱼皮 腰包 哪个屁股疼 你不信试试 你换一个 就那个屁股疼了 你不相信 左屁股疼 不是他的事 你换到右屁股 右屁股就疼 那不是他的事 是什么事 所以你没有智慧 你不觉 你不知道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些东西 不要轻易地去伤害 他们的生命 那你要懂得 跟他们打交道 屁股疼了 去看中意也看不好 看西意也看不好 那就要学禅作 跟老师学学直观 直观用光一照他 然后看看是什么东西出来了 一看大阿鱼 一看大阿鱼 那你就要问他说 阿鱼啊 你这个 你是不是弄得我疼了 他点头就是了 那你问他说 你要什么东西啊 他要阿弥陀佛 你就念阿弥陀佛 他念什么证 你就念什么证 然后念完了 把他超度了 超度了 屁股不疼了 那包可以背了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 你们就是没有学会 跟阴阳界的打交道 以前的师父 法师是什么叫法师 能够通阴阳的 和六道众生打交道的师父 才叫法师 你说你要超度恶鬼 你都不能把恶鬼找到 你都不能把恶鬼请来 你都请来了 你又不能够把他开咽喉 你念了几句开咽喉 他的咽喉还开不了 因为你没有光 你不修炼 那那个他的咽喉开不了 你再给他准备了多少好吃的 他能吃吗 吃不了 所以你们这才知道 很多法场 很多法会 很多道场办法会 叫演戏 模样很像 敲锣 打鼓 唱经 诵经 实际上 里面的主法 没有高人 没有高人 他不能够通阴阳界 不能够把六道众生请来 那你就是演戏 装的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寺院里的师父生病 他们是出家众 他们是什么 很积极的为大众超度干什么 结果他们病得一塌糊涂 你把人请到 人家这个收了人家的钱 到你这个道场去超度 结果人家倒是来了 你超度不了 人家怨恨 你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他就待在那个地方不走了 等着跟你要命来 那你不是很多法师 年轻夭者 那被人家拿命拿走了 很多人这个生病 按说他们修炼 天天宵夜长 天天诵经 应该是没有病才对 结果病得一塌糊涂 为什么 整个道场在蒙人 没有一个通阴阳的 没有一个能够跟六道众生打交道的 这不害死很多人 害死的不是他们自己 害的那些局势们 害的那些信众们 相信他们来办了 结果自己的问题还没解决 因为是假的吗 没有真的成功啊 所以大家要有智慧 要找一个老师跟他修学 不是找这个老师去给你办法会 而是自己就能够做成功 每次就真的能够自己就做成功了 而不是完全的去靠人家蒙你 那一旦成功了以后 你为什么事情不顺 为什么身体生病 很简单叫业障嘛 来自祖先的业障 因为你身上有祖先的DNA 所以他那不舒服 你这就不舒服 刚才老师给你们讲量子纠缠嘛 祖先在那边腰疼 你这就腰疼 祖先在那边开心 你这边就开心 那你他那个饿着能开心了 你们从来不给他送纸钱 又不要你烧真的黄金 为什么他认定那个就是钱呢 你现在手里拿的马币是钱吗 是钱吗 是什么钱不就一张纸吗 你要退回五百年前是钱吗 不就一张纸吗 那个时候的钱是铜钱 那个又抠了那个铜钱在这家 那你现在拿的马币回到五百年前 不能买东西 就是一张纸啊 那你怎么知道它是钱呢 你知 就是咱们都 公认那是钱 就是钱了 所以是那么人死了以后是鬼 是鬼他比人更低级 比人更低级他更执着 所以是你烧的钱给他 他就认定那是钱了 他在那个世界就可以流通 老师那个世界流通什么 那个世界也有百货公司 也有东西可以卖 为什么 我们现在那个世界的物资比较紧缺 为什么比较紧缺 因为人类不供他们 你看那个古代的时候 我们春秋大季 春秋大季是春天有什么新鲜的好东西 供给祖先 秋天水果啊 粮食啊 所有的收成 我们一定要供给祖先 先享用 春秋大季 皇帝领头季啊 对不对 这个季了以后 把这个春天产的樱桃啊 什么桃子啊 现在是中国的春天 有很多好吃的 出来了 出来了供上去了 供上去了 祖先不就拿走了吗 拿走了 他不就在那个世界吃不完就可以卖了吗 所以有的你的子孙供的桃子多 他吃不完 好 我拿两块钱买两个桃子走了 他就这么形成了一个交换 以前最早是物物交换 你们南方生产大米 北方产小麦 我吃够大米了 换点小麦吃吃 拿大米换小麦 物物交换 后来就到了商业社会 现在是钱物交换 你不给他钱 他在那边就穷 所以是这个 有的这个孝顺子孙 就给这个过世的亲人 烧很多衣服 烧很多鞋子 烧很多用的东西 那他用不完 用不完 他不就开百货公司卖了吗 那需要的人就去他那买 结果是 有的需要者没有钱 儿孙不给他供东西就罢了 钱也不烧给他们 金银纸也不舍得烧一点给他们 所以他在那里过得就很难受 他过穷日子 你想在这过富日子 你的祖先在那过穷日子 天天哎呀妈呀 一呀的 穷得要命 所以说你这一辈子怎么可能富贵了呢 为什么 你身上有他的DNA呀 他那不好 他弄着你就不好了 不是他要这样 是因为你应该孝顺他们 每个月拿个三十五十块钱 对你就那么困难吗 拿个三十五十块钱 就可以换成几百亿呀 你们现在钞票都很大嘛 明币都很大嘛 对不对 烧点黄纸啊 金银纸啊 有那么难吗 烧给他们 他不就得到了吗 得到了他在那个世界不就能用了吗 这是老子的五中化牛的技术 什么意思 那你这个世界买了一堆金银纸 烧了 这个世界还有金银纸的吗 没了被你烧了 烧了以后他转换成什么了 能量 物质跟能量的转换 还有很多方式 其中烧是一种方式 就是这个世界我把它烧了 在另一度世界 暗物质 暗能量世界就多出了一堆能量 一堆能量到祖先那儿 他想要什么 他转换成他要的东西了 你不失给自己的祖先 不失给原型债主 不失给无似孤魂 那他在那个世界 这些能量拿到了 就可以去买东西了 是这个道理 这是老子所说的 无中生有 万有都是这样划辩的 你的钱哪里来的 你的钱也是 你出劳力 出体力 智力 无中生出来的 对不对 那就是你出体力 出脑力 消耗不消耗你的能量 那当然是消耗你的能量 能量转换成的叫能力 这个人的能力很高 给他一万的薪水 这个人的能力很低 给他一千的薪水 你的钱都是能力化 能力赚出来的 能力是能量转换成的力量 就是这个道理 都是能量 所以这个世界 职能守恒 就是物质跟能量 是守恒的 物质没了 变成能量 能量需要的时候 转成物质 是你的能力 也是能量的展现 就是这个 现代物理学 早都给出答案了 说你这辈子没有钱 上一辈子没存钱 为什么没存钱 上一辈子你做地产商 你这个一千个亿 变成了一千个亿美金 都存在上一辈子了 存成一个亿的话 他变成银行存者 变成钞票 给你的儿孙拿走了 你一分钱没有 他也不烧纸给你 你倒霉吧 因为你不信吗 所以你都不烧 他怎么会烧纸给你 那么这问题来了 所以在那你不烧纸给你 你那个死的那个 守识鬼那也穷 你转换成天地的魂魄 再转世的也穷 因为都上一辈子能量都被你花了 所以现在有一些人没有智慧 拼命地攒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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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能量都转成现金了 等你死的时候 账上有很多钱没花 几百亿 几千亿 上万亿没花 你太惨了 所以我们修行人懂得这个 只能守恒定律 只能转换定律 我们手里有多的钱赶紧干什么 办法会烧了 不是烧钱 是烧成物 这个去供了 供诸佛菩萨上供了 转成能量了 给四生法界了 给鬼神界了 给天人了 给阿修罗了 给六道众生上供了 然后好 买金只化了 你们整天化了 化了是化了 化了才化了 你不化 没发不了 你化了就变能量了 变能量 你需要欠钱的时候 它就变成钞票了 不就发了吗 所以你们这个念化了 实际上是化了的意思 所以这个要化了才发了 就是要懂这个道理 就是转成能量了 人家感恩你 你给孤魂野鬼 无似孤魂 没人供养 他很惨 突然有个人照顾他 他这个感恩的 心里感恩的不得了 那这个感恩就变成能量了 那他的感恩 十倍的感恩 你给了一块 他变成十块了 他一百倍的感恩 你给一块 他变成一百块了 这个能量可以转世 能量守恒 所以我们赚能量是这样赚 帮助那些没人照顾的 无私孤魂 那么八难横死的 恶鬼道的恶鬼 都去帮助他们 他们感恩 感恩变成能量 你是拿了五十块 一百块 不齐而 但是这一转成的巨大能量 回馈你的时候 那你就多了五百块 五千块 五万块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这样才能越来越富贵 日子才能过得越来越好 这个叫众人食材火炎高 就是帮你的人太多了 你依次供了 供了那么多无私孤魂 供了那么多的孤魂野鬼 都来帮你 你看这多少人帮你 所以你走夜道 那些冤亲债主 鬼厉害想害你 结果遇到一个孤鬼 他一看 这个是我的恩人 我赶紧上去保护他 然后你的危难就没了 所以不然的话 人家要害你 冤亲债主要害你 那孤魂野鬼 看着也不管 为什么 跟他没关系 你也没帮过他 所以大家要懂 我们不是光是人帮人 而要鬼帮人 要神帮人 昨天我给他们讲 那个愚公以山的故事 一个老头要把两座大山搬走 要靠人的力量 那要多久才能搬走啊 结果山神被感动了 一夜之间两座大山 呼就飞了 说是人太牛 老是觉得我自己能 我自己帮自己 不是 你要让神来帮你 神来帮你的时候 那个力量有多大 你自己帮自己 才有多少力量 所以说我们福建人 为什么会大富大贵 很多人大富大贵 那是天公帮你的忙啊 玉皇大天尊啊 他管谁啊 那天上所有的神 他归他管啊 对不对 那你走哪不都有神护着你啊 因为你天天去玉皇那去做客 什么意思啊 玉皇大天尊过正月初九是他的圣诞 结果你被邀请去他家里喝喜酒 那你是他的座上宾啊 我们现在马哈迪过生日 你能上他的那个寿宴上去喝酒吗 去不了吧 但是玉皇大天尊说 谁越来我都要啊 结果你老人家正月初九 不给他上供吗 不给他过生日啊 人家邀请你去 你没去啊 去的人那天神都认识啊 哎哟 这个人不了得 咱们大天尊过生日的时候 他是坐上边 那别惹他 对不对 那肯定是重要人物啊 所以你们福建人 闯全世界都可以走得透 都可以成功 是这个秘诀 带着玉皇天尊的圣旨 护着自己 这是你们祖先给你们最宝贵的财富 兼着家具 所以我们现在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每年正月初九 我们也办 我们也办 哎 好用 越办我们的道场越火 越办我们的钱也越多 越办我们的事也越来越顺 我是山东人 之前不懂啊 这是到你们这现学的 感谢你们啊 给你们个掌声 好吧 所以一个老师也要活到老 学到老 不要说是自己就厉害 那不厉害要学 祖先的东西学不完 我们都把这些组织的东西恢复过来 讲到这个无神论 我是最顽固的无神论 为什么 我出生在中国大陆 1966年出生 你们知道66年发生什么事呢 你们不知道啊 文化大革命 这个听过吧 中国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16号 我就那一天出生 他们刚给我过生日 5月16号 文化大革命 我那一天出生的 所以我知道 我也来要做一次文化革命 什么文化革命 要把他们破坏了的 修复回来 因为5月16号搞的文化大革命 我5月16号来了 要恢复组织 破坏的 革命错的 要恢复过来 所以是 那这个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环境中 我从十几岁开始上学 干什么 长知识 通通是无神的 我的师父 熊川俭教授 还有几个山里的师父教我的时候 可能呢 为什么 他们讲着讲着就讲到鬼神 讲到天兵天将 点的给你个符 这个符是钓哪个天兵 这个符是钓哪个方域的鬼神 这个符是钓狐狸精的 这个符是钓什么精怪的 我一听 我说师父 stop 我跟你学养生之道就好了 怎么练气功 怎么练功夫 怎么出来就好了 我说这个 我不信 怎么可能有这些东西 我们学的文化里完全没有这个 那我也是跟这位小哥一样 我说师父 你什么时间让我看见了 我就信了 你让我看不见 我不可能信了 我根深蒂固 几十年上大学的知识 什么 那学了几十年 那就高级知识分子了 我们那个时候有个大学生不得了 不像现在大学生满地飞 满今儿都是 我们那个就是 这个一年才几万个人上大学 我们在中国那个时候 那可是稀有的大熊猫宝贝 那个不容易的 那我们是要高级知识分子 我都上了高级知识 成高级知识分子了 你给我讲这些牛鬼蛇神 我哪听这些玩意儿 不听 师父 哎呀 贪口气 算了 算了 我教你这个吧 师父 我是很难的 跟你们一样 很难信的 你们还容易信 因为你们生活的这个环境 这个爷爷爸爸都还 不管这个知不知道道理 还是拜 还是烧香 我们哪哪有这玩儿 庙都拆了 没有地方拜的 不相信 到今天大陆也是这样的 家里要拜个观音 那都偷偷摸摸的 弄个布遮着 一来人赶紧遮 生怕说在家里搞迷信 他们不信这个玩儿 你们是有福的 在外面 可以自由自在的信 那么当时师父们教我就很难 师父教我不信 不信师父就算了 就是让你练 这么练好不好 练练练 练到自己通了以后 真的开始跟鬼神打交道了 你发一个福令出去 你就看到金甲神也来了 地上的护法也来了 怎么来这么多 这是什么 这不是中邪了吗 因为你不相信这些 后来才想起师父说了 这个福是调金甲神的 这个福是调某一方的土地神的 你才想原来真有这些东西 后来慢慢日久攻身 开始跟六道众生开始打交道了 甚至到了色界天打交道了 无色界天打交道了 甚至请一针法界的师父一请就到了 这才知道 我的天哪 原来真的自己很对不起师父 牛啊 愚昧啊 原来这些东西在空间界是真的是有的 我们的松果体是一个打开引太世界的很重要的一个钥匙 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埃及文化中 它称为生命的锁持 也就是打开我们的生命之门的一把钥匙 所以说它描绘成这样的一把钥匙 这是五千多年的古埃及文物 这是在博物馆拍到的 那这个他们称为生命的锁持 就是生命的钥匙 一把钥匙打开一把锁 六道空间 真实存在 但是它跟我们的世界是有一层透明的薄膜 很薄很薄 但是它是透明的 所有的空间 都是存在的 比方说在我们的身体除了胸格膜 是这样薄薄的一层透明膜之外 胸格膜 这个是真实有的 我们的仪器可以测的嘛 它真的这有一个格膜 是透明的 它是格住你的胸腔跟下腹腔 让下腹腔的这个啄阴之气 不能闹心 因为啄的气 你这都是肠子 都是垃圾在下面 这个臭气熏到穿过胸格膜了 熏到你的心了 熏到你的肺了 这个叫邪肝症了 我们叫闹心 弄得你心里不舒服 弄得你肺老咳嗽 这就是胸格膜质量不好 太透气了 它就穿过来了 密度不够了 光不够了 密度不够了 但是像这种的胸格膜 这种透明膜 在我们人体中很多 无形的膜更多 那这无形的膜在哪里呢 一个是在肚脐这个水平线这 有一层膜 是眼睛看不到 一气不可测的 一个是喉这个地方 有一层膜 这个脑 这个地方有一层膜 那么头顶还有一层膜 总共是七个膜 七个膜叫七轮 在密宗里面叫七轮 它分成了你的天 地 人 三才 分成了天的 十八重 四届天 是从胸格膜 到猴 这个上单 这个地方 那么这是我们的 四届十八重天 四空天 从我们的蛇上去 颅脑腔 是四空天 从我们的头顶百会出去 是一针法界 再往下胸格膜下面 到你的肚脐上面 是六余天 然后肚脐下面 是十八层地狱 所以整个的我们的外面的世界 全息的在体内 所以我们是小宇宙 就是外面的是一个大宇宙 我们人体是小宇宙 所以我们怎么去研究 外面的十八重色界天 四空天 欲界六重天 十八层地狱 怎么去研究 实际上圣者们教给了我们方法 回到体内去研究 所以今天的物理学界 为什么到今天 他们还不能够进去暗物质世界 引太空间去研究 因为现在他们是叫外求法 他们要借助仪器 古圣先贤 圣贤的教育 什么叫圣贤的教育 圣贤的教育 不是让你做好人的教育 圣贤的教育 是让你做神人 有神通的人的教育 才叫圣贤教育 圣贤教育 它是教给你 怎么去使用96%的空间里的 暗物质暗能量 成为超人 Superman 不是做凡夫俗子 所以今天我们无神论 跟有神论之争 实际是凡夫之争 和神人之争 和超人之争 也就是你不想做超人 你不想做一个明了 宇宙实法界 真正实相的人 你是一个凡夫俗子 你活一辈子完蛋 你活了一辈子 你是大富翁 你是大政治家 你最后要死 死了完蛋 这辈子就了了 超人跟神人 他是要活一辈子 不完不了 最好是永远不死 达到永生的水平 那么如果是要死 那么下一辈子 比这辈子还要活 还要好 还要活 所以要把能量 转换到下边的去用 那你就要学会着 物质跟能量 怎么转换的技术 所以圣贤教育 可不得了 那么如果大家 否定有神论 你就否定了 祖先的中华根文化 中华根文化 从夫妻师开始 不可策着 为之神 这是易经里的话 就提神 从皇帝时期 阎皇子孙的皇帝 问道于广成子 最后逞飞龙而遇天 我们今天的皇帝种 皇帝坟里面 没有皇帝的尸体 皇帝是修成了 坐着乘着飞龙 在肉眼可见的 很多人的见证下 乘着飞龙升天了 这个叫白日飞升 所以我们今天 如果用一个无神论 在传播中华文化 你等于否定了 中华的根文化 你是枝叶文化 肤浅的中华文化 你根本就不叫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 几千年以来 它就是一个神的文化 所以说我们中国 在传统成为神州大地 神州大地 它是什么地方呢 它就生产神人的地方 叫神州 它不是造就凡夫俗子的地方 所以说以前的人 对人的境界 对人的享受 完全超然 为什么超然 吃什么 喝什么 住什么 你躺在哪 不是睡一晚上 你吃什么 不是肚子饱了 不想再吃了 说你今天吃饱饭了 吃饱饭了 我说来 我请你吃大餐 你要不要来 鬼才来呢 你饿鬼才来呢 他说我吃饱了 你早干什么去了 我现在一口都吃不了 我怎么吃啊 再好的也不来吃 吃不进去了 吃了肚子疼 所以不是吃好吃坏 是吃饱 因为我们肉体需要能量 不是为了吃活着 不是为了穿活着 不是为了睡的 有多少个豪宅活着 你有多少个豪宅 你基隆坡一套 然后新加坡一套 北京一套 那你一晚上你睡几套房啊 在基隆坡睡俩小时 坐飞机去新加坡睡俩小时 新加坡睡俩小时 又回北京睡俩小时 明天要回基隆坡上班 天不亮又要赶着回基隆坡 你这么睡吗 没有智慧 通通是假的 所以是这些东西在神人眼中 我们修神人修超人智慧的人 都是粪土 就像十加姆尼当年看自己的大皇宫 看自己的金银库 看自己的那些嫔妃美女 都不追求了 他追求一个解脱 一个生命的永恒的实相 怎么可以不死 怎么可以脱离生老病死的折磨 为整个人类 为那些痛苦者寻找一个解脱制度 才出家修道 才把这些规律 生命实相 宇宙实相 完整地破译了 所以你要进去引太世界 打开这一层透明透明的通道 我们的十八重天 每一层天有这个透明的 薄膜一样的隔阂 六一届六重天也有这样的隔阂 为什么要隔住 你隔不住的话 下面那个乌浊的 会不会熏到上面去啊 他在上面啊 轻轻着上升为天 着重的什么 下降为地 所以他这没有一个隔阂 下面臭烘烘的 那么全部都跑到最上顶去了 所以大家要懂得十八重天 有天门 天门不让随便的人进去 它叫隔膜 隔阂 不让你进去 身体浊的人不可以进去 进去搞污染啊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是实相 那么唯有一种东西可以打破 打开这道门 就是你们看到的这把药池 这把药池是激活松果体 是自己内在产生光的技术方法 它是止关术的关 即止了以后 退掉人的意识 进入第九重意识 我们人有八重意识 第八意识 是灵感思维 第七意识是逻辑思维 第六意识是惯性思维 然后前面的五识 是眼耳鼻食 深意 了别 眼睛看到东西知道黑白 耳朵听到东西知道好坏 嘴长东西知道美跟不美 所有的这些叫实 叫无实 无实之上是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是我们的惯性 这辈子养成的和前生养成的 那么第七意识是我们的逻辑思维 左思右想前思后想 第八意识是灵感思维 是过去识 每一生积累的知识的仓库 叫藏识 又叫酷识 是第八阿赖耶识 但是这些都是六道轮回的种子 八识可以升天 常用八识可以升天 常用七识可以升为地神 常用六识可以得以人身 常用前五识就去了愚昧界 然后就不得人身 所以是意识的高低决定力 往生哪一道 那么你要想初六道 这八个意识都不可以 你必须进入第九意识 第九意识叫真识 在佛法叫阿玛罗识 所以你要在第九意识里面 你才一真一切真 你才可以出六道轮回 也就是要使用这么高级的智慧 那这个智慧 怎么才能打开这一层智慧 唯有用这把钥匙 这把钥匙的秘密也很简单 它是用两个眼睛加天目的一团光 然后进去自己的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像一滴眼泪 大家看 这个东西像一滴眼泪倒过来了 看像不像 然后倒过来 它挂在你的后脑 是松果体 里面是透明的液体 像这个一样 精英透亮的 但是我们到了八岁之后 脑袋开始发热以后 这个开始慢慢的盖化盖化盖化 它不透明了 这个叫松果腺体 里面是透明的液体 那举个例子 大家就知道 鸡蛋清你们知道 鸡蛋清透不透明啊 打过鸡蛋的人都知道 鸡蛋清是透明的 你把鸡蛋拿开水 一煮以后变成什么了 鸡蛋白了 透不透明了 不透明了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不聪明了 你越烧得厉害 脑袋越发热 烧得越厉害 它越不透明啊 所以我们为什么是在小的时候 八岁之前 小孩子很聪明 开始上小学就开始笨了 到中学更笨了 到大学就更笨了 学了博士出来 那更完蛋了 为什么 脑袋发热热热热烧的 烧的以后它就不透明了 六祖慧能为什么可以成佛 为什么可以一生成就 因为他一个字都不认识 他不用脑 不用脑 不用脑他就不烧大脑 所以他的松果体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 要吃 怎么打开 已经盖化了怎么办 老子说用其光富贵其名 我们的左眼是日 右眼是月 中文字的名怎么写的 日加什么 月 说要日月同辉 什么意思 左眼右眼要放在一个点上 放在哪个点上 放在这 日月同辉 刺激生成的光 一个日是阳 一个月是阴 阴阳放一块会生成什么 电火花 一个阴电子 一个阳电子 放一块不是电火花吗 所以你们开汽车知道 汽车没电 就是死的 汽车有电 就是活的 汽车的活是因为你打电的时候怎么样 阴电跟阳电怎么样 啪啪啪啪啪啪 放出很多电火花 这个时候 电火花在油缸里面 所以你一喷油怎么样 啪 这个油着了 着了以后形成的热量 驱动汽车行进 所以是没这个电火花就是死的 有电火花就是活的 人有这个电火花就是活的 没这个电火花就是死的 一样的道理 万物都靠它才有生命 所以我们的左眼是阳 右眼是阴 女的刚好倒过来 用阴阳刺激电火花 用其光产生的光 这个叫生命光 刺激松果体放光 然后把钙化的部分 还原成透明 就打开了这个松果体了 松果体打开了 你就可以看到六道空间 所以这个叫赫鲁斯眼 这也是埃及文化 大家看到这个赫鲁斯眼中 有两边一个鹰头上顶个保龄球 保龄球两边插一个羽毛 那么正面一条蛇 蛇上面戴着一个帽子 帽子上面有三圈半的东西在转 鹰脚下也拿着一个三圈半的东西 然后这个一个整个的一个大秘密 就是怎么激活第三只眼的秘密 第三只眼的秘密 一定要靠灵蛇 灵蛇一定要出在海底 所以是它里面有水 你看那个蛇肚子那儿是不是有水 水下面是火 红色的 这个在中国叫水火什么 寂寂 水火寂寂可以把金化成气 可以把气化成神 神 我们精神 是炼金化气 炼气化出来的神 你才有精神 所以这个人没精神 是因为气不足 气不足是因为精不足 精不足是因为五脏光不足 五脏精华不足 所以你的精就不足 所以是怎么使五脏光鲜起来 产生五脏精华 五脏精华聚起来 神称精 精又化成气 气化成神 哎 脑袋聪明了 所以是他一定最后这一股的光 要上到你的颅脑腔中央去 所以是你看舌顶上一个帽子 那这个老鹰才有意思 为什么爪子上抓了一个三圈半 那个是你的会鹰穴 会鹰穴里面有一条灵蛇 盘取在那个地方 这个叫灵蛇 就是昆达力 这个在印度密宗和佛教密宗都要练这个 要把这个抓 搓击抓开 里面的那个灵蛇起来 出现三个孔喷火 你的灵火 肾中真阳就生起了 肾中真阳生起了以后 然后你的灵就可以飞了 所以是大家看到那个老鹰头上的保灵球 它不是个保灵球 它代表你的身体 你看一个脑袋一个身体 像不像个瓶子 一个脑袋一个身体 然后这不就是那个 你整个的身体里面的那个 真的我就飞升了 飞升了以后 怎么知道它就飞升 说有两个翅膀 两个羽毛 他就告诉它会飞 所以是希腊文化 古埃及文化 整个就是一个生命文化 是什么生命文化 是智慧生命文化 大家知道不是我们做一个宗教徒就完事了 而是要从佛教智慧 伊斯兰智慧 埃及古文化智慧 人类有史以来的文明产生的结果中 寻找使自己的生命能够升华的智慧 使我们变成智慧生命 智慧生命跟愚昧生命的区别在哪里 智慧生命可以获得极乐 快乐永恒 没有智慧的愚昧生命 会在六道中生死轮回 生死不由自己去做主 智慧生命可以控制自己的生命 可以倒架此行 来此世界 吐度众生 这是智慧生命和愚昧生命的分水点 所以人都是愚昧生命 没有达到真正的智慧生命 所以在西欧记里面 他用了一个人物来表述 这个人物就是猪八戒 大家看猪八戒长了一个什么身体 猪的身体 猪八戒长什么身体 人的身体 猪八戒它是直着走路的 什么脑袋 猪的脑袋 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只是贪吃贪睡 好吃懒做 不干活还想拿工资 是什么猪八戒 人的身体 猪的脑袋 告诉你愚昧了 你只是享乐 有个豪宅 有好吃好喝 这一辈子好好享受 那你不是跟猪一样 猪人家最后拿什么去还债 拿骨 拿皮 拿肉 拿血 拿水 让人洗大骨头 好吃 洗骨髓 去还债 你们拿什么去还债 人拿什么去还债 人没有东西还债 所以只好背着业债再来一次 所以大家不好玩的 不要做猪八戒 猪八戒一旦觉悟了 它会做成什么呢 叫猪物能 物空了之后 它产生巨大的能力 所以他开悟了以后 他就具备了大能力 神人的能力 所以他跟孙悟空一起就可以相磨什么 除怪了 西游记是邱楚基祖师写的 邱楚基是全真妻子里面很著名的 他在元朝做元朝的国师 这个是一个真人 也是修炼成功 所以我们中华祖先中 列祖列宗中 出来很多的 到从开始 复习室到今天 我们中国的祖先成就了真人 成就了这个永生者的不计其数 历史上有名有姓的很多 那没名没姓的不计其数 太多了 所以我们叫神州 我们叫神人的后裔 但是我们今天堕落了 向畜生看起 这个也不原来我们人类 人类的属敌 因为人类在这个六道中 也有敌人 最大的敌人就是阿修罗 然后他们诚恨 嫌人不恭敬 然后对人下了诅咒 所以说我们在 这个前几年有一年去了埃及 去了埃及以后 到了埃及的尸身人面下 大家知道埃及最著名的一个标志 就是一个狮子的身体 上面是人的头 大家一直猜不透 只是说人类呀 在远古的时候是长这一样的 人类是进化来的 是从动物进化来的 证明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是对的 实际上大错特错 没有人解码 到底为什么 在五千年前 他们用这个做了这么大的 因为那个工程很大 它是整个一块石头雕刻的 如果它没有重要的意义 像我们后代人类传递的重要的信息 它不需要搞那么一个东西 那它到底搞了它是什么目的呢 几千年来没人解密 当我们这些修了孔雀明王法的修真者 到了他的这个前面去之后 狮子 那个狮身人面向开口说话 当然他是心里的 心音不是嘴巴真的开了 他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事实 五千年前的埃及法老王 每一个都是大修行者 就跟我们的释迦牟尼亚 耶稣一样的都是神通者 他们是五千年前的圣人 记住 伊斯兰教 还有基督教天主教的根源 是从埃及开始的 为什么大家知道是从埃及开始的 因为摩西带着希伯来人 从这个埃及出埃及记 所以他们是从埃及逃离的 那么从埃及逃离的 那么他最原始的很多的文化 是带着埃及文化的 他们到了这个 建基督教建这个伊斯兰教 那么实际上是以那个为源头的 古埃及文化 所以说古埃及的法老文化里面 就是圣神人文化 埃及金字塔 为什么花那么大的代价带金字塔 今天科学家发现 埃及金字塔是个发射器 它把地球的巨大能量 和天上的巨大能量 吸到金字塔以后再发射 实际上是一个光的通道 是所有的灵魂 如果能够找到那条光路 它就可以从那儿到一针法界 获得永生的死亡解脱之门 所以是灵魂永生之门 里面不是墓葬 很多人以为埃及塔是国王的墓葬 不是 里面不是墓葬 里面是空的 从来没有在埃及金字塔里面 找到法老王的尸体 他们另外有墓葬 那是一个空性发射器 我们亲自进去金字塔内部去了 所以我们去了以后 那个世神人面相 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故事 五千多年前 人类在生活的地球 5012年 大概距2012年是5012年前 我们的地球开始进入黑暗代 因为大家知道地球在太阳系里面 太阳是围着银河系在转 是动态的 所以太阳系在银河系转 在五千多年前 我们整个要经历一个宇宙的银河中心 不能像太阳光的通道被遮蔽的 这样的一个历史 所以在那个时期 人类进入黑暗代光代的时候 这个时候人类的宿敌向人类下了魔咒 下了魔咒 就是下降头 你们那样叫下降头 下了什么降头 下了诅咒 诅咒什么 诅咒我们人类越来越像畜生 越来越像禽兽 你们看 这五千多年的文化发展到今天 我们人类真的被他们诅咒到 长着人的身体 长着畜生的脑袋 真的像极了 所以是他们诅咒人类 因为对人类的怨恨 但是那个时候的埃及法老王知道 他们解不了这个架 解不了这个粥 所以他们特意的用了这么一个动物的狮子的身体 出来的 出来的是人的灵魂 向后来的修道者寻求解脱 告诉后来的修道者 一定要解开这个魔咒 解开这个降头 人类才能整体的重新 治理起来 顶天立地 站起来不再做畜生 不再做禽兽的追求 我们一直以来 人类以为人类是动物进化来的 所以我们很乐于做动物 有的人干脆就说 我们要学狼的文化 要学猪的文化 要学狗的文化 你看这个大肆的张扬 什么狼文化 狗文化 犬文化 驴文化 马文化 牛文化 都出来了 那不是让人都变畜生啊 你文化 你的软件都置入成畜生文化了 软件了 那还不像极了 人类失去了智慧的领导 所以是 什么咒语可以解掉整个人类的 酱头 孔雀冥王咒 这是我们在唐朝传流下来的 六部大经之一 孔雀冥王经的殊胜功德 所以是那个长老 让我领着大家一起送孔雀冥王咒 因为只有这个咒 可以解这个酱 因为这个咒是在一千二百一年前 第一佛 我们到释迦牟尼佛 是前面还有六个佛 过去七佛 那么释迦牟尼是第七佛 未来 弥勒菩萨是第八佛 所以是那么七佛八菩萨 都要使用的咒语 叫孔雀冥王咒 大概我们推算这个历史是一千二百一年前 我们地球刚才说的是多少一年啊 地球生活的空间多少一年啊 一百四十一年 也就是七佛 也就是七佛 十空根本就不在我们这个宇宙 早在法界中 所以是一千二百一年前 第一尊佛开始讲孔雀冥王经 说孔雀冥王咒 直到未来 弥勒菩萨来到我们的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变境土 还在宣讲这个咒语 最后我们就 集体去了五十多人 在那送孔雀冥王咒 送完了 我们再来看 整个的地球光亮起来 照在整个地球上的那个魔咒散掉了 所以是这个咒语 因为起来以后 所有的 整个宇宙间的六道众生 无论是哪从天 还是阿修罗界 还是畜生道 恶鬼道 所有的六道众生 四生法界 在一千二百一年前 他们的祖先共同立了契约 这个契约是 当你送孔雀冥王咒之后 如果任何一个界的生命 敢于再脑害这些人的话 那么投作七分裂 那这当然就包括阿修罗界 所以是他们把那个咒术就撤走了 所以是大家再回去看 这几年来 无论东方西方 人们纷纷地觉醒 在寻找灵魂的出路 寻找身心灵的密码 寻找灵魂心灵解脱的方法 大量的佛教徒开始重视 实修实证的佛法的寻找 而不是甘愿着做一个挂名的佛教徒 我们看到全球都在兴起这股身心灵的风气 尤其美国 欧洲 加拿大 北米这一带 大量的身心灵机构出来 大量的冥想教学出来 但是他们很多的冥想方法是错的 这个将来在相关课程中再给大家分析 今天不能分析 真正的冥想方法就是首先要激活松果体 这个松果体的重要性 不是今天的人类才认知的 今天的西方已经知道松果体重要 但是不知道方法 他们是吃这个咯 吃那个咯 可以解这个激活 胡说八道 只有一个方法 已经概化的部分 只有用生命光才能激活它 生命光的来源是你内在的左眼跟右眼的日月 内日月 加上天目的一点光往里走 就可以激活自己的松果体 使概化的部分通通还原成透明体 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古老的权杖 这个古老的权杖上雕刻着两个眼睛和松果体 那么并且它是交叉的DNA螺旋 也就是他已经发现左眼跟右眼睛的视神经 是交叉的 左眼看东西在右后脑层下 右眼看东西在左后脑层下 要通过这个把左眼的光要右后倒 右眼的光往左后倒 然后交叉在泥王宫 最后再通过泥王宫向后 走自己的颅骨 枕骨的反射 才刺激到我们的松果体 松果体在哪里 松果体在我们脑后 如果从前面根本没有办法激活松果体 因为前面有脑组织把它断组阁了 所以只有通过视神经到后脑勺这个部分 在用后脑勺的这个整骨是个光滑平面 它可以激活反射折射 所以今天的科学家发现我们的成像地方居然在后脑勺 老师讲课都是用科学 不是用宗教 但是宗教的智慧 它高超在于经典几千年来没人敢改 所以大量的经典中记载的技术方法 像我们这种实修实证者可以把它拿出来 别人看不懂 我们一看就知道窍诀在哪 因为我们实修实证出来了 所以大家看今天的科学家发现的视神经反射区 在后脑勺这个地方 为什么他们不知道 实际上因为两个眼睛往后看的时候 我们后面有个枕骨 这个枕骨有一个场像一个镜子叫反天镜 所以在那可以影像出图像来 然后那么它这个镜子还有反射功能 所以是镜子的反射功能刚刚反射出来 可以变成一个激光鼠去刺激自己的松构体 从后面 从这个 从这个后面 整股这个地方来的刺激松构体 光直视才刺激松构体 从前面的眼睛 正面都有什么 都有隔阂 都有隔阂 刺激不到 刺激不到 这就是古代的反观内史的方法 很厉害 祖先们真的很厉害 早都发现了这个秘密 但现代人两个眼睛就去捞钱 看美女 看这个什么手机 整天的就望外放 望外放 不知道望里来 不知道望里去 不知道刺激松构体 使它重新光亮 所以你的那个眼睛打不开 所以松构体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在梵蒂冈 有一个松果庭院 他用两米高的青铜 用青铜做了一个两米高的松果 两边两只孔雀 也就是说 这个松果体 如果能够起火 你就可以大明 所以是叫孔雀佛母 明王尊 那在远古的时候 人类都是有同样的秘密的 所以是那么 这个松果在欧洲 这个松林子里面 到处都是 没什么值钱的 它为什么要具一个两米高的 用青铜 那么古的时候 用青铜铸一个呢 你想它在告诉你什么东西 所以你要成为永生者 你要上上帝的乐园 怎么才可以去 你的灵怎么可以再飞上去 激活松果体 然后 这是在德国科隆大教堂的铁门上面 他用青铜锯的一个人 跪在那儿 手里拿着一个松果 眼睛傲进去 所以大家就知道 这是什么 这也是告诉你 修松果体 修松果体 所以是整个的生命的锁词 怎么去打开 这一滴眼泪实际上是松果体 实际松果体 你只有打开松果体 你就可以跟六道众生相沟通 可以穿越六道空间 收拾六道灵光 丢失的灵光 你才能够圆满成佛 功德圆满是成佛 灵光圆满是成佛 否则你以人的身体怎么穿越十八重天 怎么穿越二十八重天 怎么去跟地狱众生打交道 所以只有这个激活了以后 去收拾灵光 你才可以下一步练 身外化身 身外有身 通过身外身 去穿越六道 继续收拾灵光 然后你才能够究竟圆满的成就 这就是神人之修 神人之修 中国是用这样描述的 在自己的胸膏膜下面 要画出自己的身外身 那在希腊 不是在埃及 这是埃及文物博物馆里面的 五千年的东西 他在自己的穷龙膏膜下面 你看前面那个门是穷龙 隔膜里面要出来一个圣者 圣者头顶上顶着一个光 圆脱脱的一团光 要修处自己的宝月轮 圣光来 那也是在自己的肚子里面 那在我们拍到的德国科隆大教堂的圣音 在圣者的头顶打开这个门 里面的圣音会出体 长着翅膀 所以天主教大家不了解 不要攻击 基督教天主教真正的目的 跟我们佛教 伊斯兰教 道教 都是一个目的 就是使人超越人 成为超人 获得光明 获得永生 获得极乐 获得幸福 不是要再做一个痛苦中的人 真的没意思 只有做超人 能够永生 甚至是不能永生 下一辈子来 还做一个大富豪 还做一个幸福美满的人 有机会再继续继续修炼 继续超越 这就是人的真实的意义 否则人生的目的是没有意义的 你为了房子 为了钱 为了名 为了地 死的时候 那行 什么都没有了 一场空 意义哪里在这里呢 所以人生的追求的根本是超人 超越自己 超越这个躯壳 超越我们现在的世界 那么在中国的最后的这个人要成为真人 从你的躯壳中出来 中国是用云彩顶上有个人来形容 那为什么这个人在云彩顶 很简单 他会飞吗 云彩顶上站个人 你上去战战试试 那不掉下来了 那为什么他可以 他是光 他是光 他就掉不下来 他是光做的 他是光做的一个人 他就是真人 所以这些你们之前看都看不懂 然后什么神话 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玩儿 那今天老师为您截灭 这就是我们佛陀 这就是我们老子 耶稣基督 圣穆罕默德 教给我们的 做超人的 一系列的技术方法中的一部分 这些方法到今天没有丢失 只是你们没有这个缘分 去系统的学习 你们从小学 中学 大学 所学的都是 如何做一个凡夫 做一个猪八戒 去享福 去享乐 我们整个的教育 是一个失败的教育 人的这个追求 是由你的格局 最后定了你的来生 人的这个格局 实际上很简单 用一个三根走线 就可以把你戒成 你是什么样的人 大家看大屏幕 一个纵向走线 高度 是人身高度 一个纵身走线 是人身的亮度 是你体内的物质几何 物质粒子的几何 金木水火土的几何 你五脏六腑里的 物质粒子的属性 是否有天地人的能量 在里面 那这是一个物质组合 还有一个组合 是心态组合 你心态是否 能够符合道德 符合天地人 三才之大格局 这是横向走线 这三根走线 结成的一个立方体 这就是你的方寸心 有你的这个方寸立体心 最后决定了你的今生的成就 和来生的去处 这三根走线各有高度 它有箭头往上指 越高 箭头指的越往上 你的格局越大 你的人身高度越高 如果这些箭头反过来指 人生就出问题了 我们来看 它的四个组合 它实际上有八个组合 我们只需要看四个就够了 八个是里面的细分 看大屏幕 纵向走线 人生高度要高去所高 人不追求吃喝玩乐 要追求第九意识 真实的打开 获得一真一切真的 人生高度 那是在第九 从第一到第八 这是从畜生道 到人道 到地神 到天神 天道的修行方法 然后横向走线 是道德走线 你遵守心态调道 为别人着想 遵守人意理智性的人伦道德 遵守天地人的大格局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红的区间 因为你的心态是正的 刚才说 起心动念出修 你的心态最终决定了结果 你想善 他结果是善 想恶结果是恶 所以心态很重要 那心态和自己的意识 思维能力 思维高度 最后决定了你的人生 决定了你体内 储存了什么样的物质 是死猫还是活猫 最后的结果是由心态 和你的思维意识能力决定 那这是一个红色区间 我们叫人间正道是沧桑 虽然辛苦 表面上看我们活得不如人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骨子里追求的是正道 不退正道 不舍正道 宁死 勿欺佛法 宁死 不舍三宝 宁死 不舍掉 我们对极乐世界的追求 对人生终极永生的追求 这就是一个正道 是沧桑 我们要走下去 那一旦的 你人生追求 思维能力是高的 但是不遵守道德律 心态坏了 就产生恶魔空间 你最后得到的是恶魔的果子 因为你心态产生了恶变 产生了毒 所以大家知道 中国有一个毒奶粉事件 三聚清安 三禄奶粉 三禄奶粉 它在中国当时是最大的奶粉 全世界最大的奶粉品牌 为国家创造GDP 创造税收 那也是首取一职的 但是他使用了三聚清安 有毒的奶粉 三聚清安桥边 那后来他的事件爆发以后 我们有一个专家团 我是其中之一 我们去调查 我们是研究他们的心态 是怎么回事 然后结果调查中发现 很恶心 他们的高层不吃自己的奶粉 高层啊 这是所有的懂得搞管理层的 不吃自己的奶粉 自己的家人的孩子 不让吃自己的奶粉 那就是说什么 心态极其恶劣 他知道有毒 吃了会 孩子会有问题 吃了这个奶粉 老人会有问题 但是他还卖 为了钱 心态坏了 德行坏了 结果是魔性的张扬 大厦将请 一日崩溃 所以董事长差点被枪毙了 最后是最高领导人处理 说了个话 判了个无期徒刑 很多高管关进监狱 应该关他们 枪毙都有的份 为什么 害死很多孩子 害残了很多孩子 他们得残疾啊 很多孩子吃他们的奶粉 得残疾了 毒害了一大批人 这是什么 这是因为心态坏了 良心坏了 然后为了追求钱 然后无恶不作 所以中国的毒奶粉事件 地沟油事件 层次不穷 为什么 道德教育失败 心态坏了 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各位 我们是超越人的 不追求钱的 我们不会去做这种 为了钱去做缺德事 这个大家要重视 所以是简单的三根线 可以把你自己的人生勾勒出来 那么再来看这幅图 这幅图是我们现在 凡夫在进行教育的一个图 这个图导致我们自己 还有我们的后代子孙 会堕落到哪一个空间 你要仔细了 我们现在在教育孩子 要遵守法律 要做好人 要总道德 仁义理智信 你没上到天地 人巴德教育 但是基本的人伦 仁义理智信在教育 但是有一点 你没有让孩子普度众生 你自己也没有人生高度 也没有要超越第八 进入第九的高度 也就是说高其所高的人生境界的追求 精神升华的追求 灵魂升华的追求 你没有 你只是安逸做一个人去享受 好 你来看 横向走线是道德律 横向走线 出现了化泼 不追求灵魂的升华 是向下降的 出来一个绿空间 这个绿空间最后导致的 意识的载体 惯性力导致你去了畜生道 我们现在的文化是畜生道的教育 是猪八戒式的教育 是想老婆 想发财的教育 猪八戒不跟唐僧取经了 就想着去高老庄抱媳妇 对不对 使色性也 然后吃饭的时候吃最好的 猪八戒就这个特性 人现在的教育在叫什么 就叫这个 所以你们仔细想想 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教育 你们受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教育 说孩子问说爸呀 我为什么要上大学 你天天说好好学习上大学 孩子问你为什么要上大学 你说这还不简单 上了大学就可以拿高工资吧 收入就好嘛 说收入好了会怎么样 那你就可以有自己的房子 有自己的车 过上很好的日子 说那我过上很好的日子 我在干什么 那你就生一堆娃啊 生一堆孩子嘛 跟我一样生一堆孩子嘛 生了孩子在干什么呢 也让他们去好好读书啊 好好读书干什么呢 也去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 然后又来生一堆娃啊 你这个是畜生到的教育 你做人多辛苦 你还要每天八个小时上班 那你干脆做那个猪 做牛 做羊 被人养多好啊 做宠物 被人养多好啊 不用上班 对不对 日本要养那个牛 为了那个牛肉分层次 然后还给那个牛放音乐 还要找专门的按摩师 去给他按摩 然后给他最好的精丝料 然后洗澡啊什么的 派很多人去照顾他 你做那个牛多好啊 不用做工哎 天天有吃的 还有妈撒 还有什么东西 吃饱了就睡 睡饱了就吃 也不用耕田 也不用像以前的老黄牛 你不是在做畜生教育吗 你想乐 享乐就是畜生到的教育 那古代的圣贤教育是什么 你不能为自己活着 你为别人活着 你要想想你富贵了 别人还没富贵 因为你有智慧 所以你赚了很多钱 那我们人有的能力 就要照顾弱小者 照顾年老者 照顾穷人 照顾别人的孩子吃不了饭 你要给他饭吃 所以人的教育是一个 天下为公的教育 是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的一个志工教育 然后再引领着众生 向更高层次 出六道轮回 不再受六道之苦的教育 古代的圣贤教育 是这样的教育 它是要让人高其所高 不追求物质的享受 不被物质牵着鼻子走 所以是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天下人没有忧愁的时候 我先忧愁 天下人没快乐的时候 我不快乐 天下人都快乐了 我快乐 安德广沙千万间 大批天下寒室居欢眼 我不是要有自己的房子 我要所有的住不上房子的人 都有房子 大批天下寒室居欢眼 什么境界 我们的教育是什么境界 为自己咯 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了 自己的家要过好日子了 然后要房子修得美美了 然后别人该我啥事 自私自离的 出生道的教育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整个佛法的教育 我们整个圣贤的教育 都是超人教育 都是超越自我 回归大我 回归群体 回归国家 回归整个人类 回归整个法界 回归六道众生 越来越大的教育 最后都到一针法界里去的教育 所以是要为整个马来西亚的繁荣 为我们整个人类的繁荣 为整个众生的解脱 我们要好好地学习 做智慧生命 不要做愚昧生命 要做超人 不要做凡夫 好 今天的讲座到这里 谢谢大家